4.阵亡碑下,罗生门 从崔利斌变道蒙古人入城,在这短短两月的过渡期中,南京城内还发生了一起小风波,坦率地说,这起事件放到当时无数生灵所受的侮辱,践踏,摧残当中,放到他们的生离死别,痛苦豪气当中,宛如沧海一宿。 比起不惜为守护某些伦理价值而殉道的执着,不顾生死,拼命救护同胞的勇气,这件事显得太不高尚了。 另一方面,比起围城中为了求生必死而不惜背叛出卖亲友、残杀、吞噬同类的那些勾当,这件事又显得不够卑劣。 好比白色和黑色重叠造成的灰色地带,这件事反映了普遍意义上的人性。 天兴二年,一千二百三十三年,二三月间,郑王崔丽及其爪牙,权势如日中天,对全城官民遗旨气使,生杀任情,人祸少五,则横遭缠购,利监图灭。 二百五十,这时候,崔丽的弟弟平张崔义忽然想到,兄长保全了一成生灵,此等旷世奇功,京城官民父老紧紧跪下喊几声,谢丞相得胜。 那是不够的,要找大手笔记载下来,明知今时,流传千古。 崔丽一心要搭皇帝,本无心思顾及这种琐事,经不起群小怂恿,就把当时,文明最盛的汉林直学士,王若虚,左右四郎中元好问等人叫来,大大咧咧说, 你们什么时候立块十碑,好好把老子造反的事,反状,写一写。 二百五十一,崔党要立的这块碑,叫做功德碑, 自然要歌颂崔丽,开成投降的功德。 王,原二人目睹崔丽莎二相,选名女,扩金银,替发一幅,种种倒行一诗,将来必定遗臭万年,所以不愿应成,又怕得罪人,利剑涂灭。 于是,他们想把这个烫手山玉,丢给以文章知名一时的后辈,刘奇,马格。 立碑是个集体工作,先撰文,后书单,再上识。 撰文的人有了,是文章大家,还要找书法名家腾写底稿。 这个人就是大书法家张天熙,自军用,号锦西书所。 经朝书法排名第一的赵炳文,去年病逝了,否则,这个不光彩的任务,恐怕就要落到他头上。 最后,还要找一块大石头刻碑,城内稍微像样的石头,围攻期间都劈碎当了炮弹,崔党乡中了上书省门口一块县城石碑,宋辉宗写的甘露四碑,打算磨掉原碑字迹,重新刻字。 石头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 负责写字的人,只管字体言丑,不涉及什么是非,屈指,褒贬。 所以,最苦恼的莫过于负责撰文的几位,写得好,敏捷何在?写不好,杀身之祸立志。 写得不坏不好,会被当成感恩不积极,照样有杀身之祸,他们顾虑重重,矛盾百出。 最后,不管怎么样,根据记载,碑文肯定是写好了,还有人受了奖励。 儒家文化精英士大夫允许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比如,写文章的记忆,来为明显欠缺合法性的统治者、建筑、服务吗? 哪怕是在暴力胁迫之下? 传统伦理的标准回答是,不允许。 袁浩问和刘琪本事同乡示交。 刘琪之父刘从义是袁浩问的长辈, 袁浩问又比刘琪年长13岁。 252,两人之前关系不错, 袁浩问还写实称赞, 阿金,刘琪自经书,无所谓,早生浩能闻。 但是,金王不久,就因为赚杯一事, 二人谁都不愿承担主要责任, 互相指责推诿,大有割袍断义之事。 从此往后,就这段往事表过态的文化名人, 数不胜数,袁浩问门人好金, 大学者温方刚,赵毅,全祖旺, 王国为,大文豪鲁迅, 大汉奸郑孝须,253。 王,云,刘三人,谁该负主要责任? 左右谈者甚多, 不过,凡认同传统儒家伦理的人, 对三人都没什么数词。 最严厉的比如产妇逆贼, 赵毅,欧北施化,偷生恋绝, 乾隆帝平语,等等, 觉得他们明节有亏, 斯文扫地,难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北威尔朱荣制造和音之变, 连杀太后, 右帝和千余名朝官, 雍立孝庄帝。 百余名朝官侥幸躲过此劫, 而朱荣下令胡琪将他们围住, 拔刀内向, 高喊, 有能为新君做善文者, 免死。 世语史赵元则赶紧举手出炼, 席地起草诏书, 杀直篡位的永乐地, 让方孝儒写劝禁表, 孝儒喊出, 死即死耳, 照不可操, 诚然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 他不写, 有的是人写。 否则, 后来, 诸王群臣上的那几痛劝禁表, 充溢着诸儒功光前列, 德政忠心尧顺之德, 汤武之人天命有在, 熟德而辞, 又是什么人的大手笔呢? 中国的文化精英, 平时往往有一种 以道自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可是, 一遇到现实中的, 呃, 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 甚至虚伪。 如果明洁, 生命不可接得, 文化精英做何选择, 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 做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 政治理念, 道德信仰, 只能算约束条件之一。 现代人估计不会求权责备, 他们没有达到时代的最高道德标准。 但是, 这段不胜光彩历史的三位主要当事人, 王若虚, 袁浩问, 刘奇, 他们心里清楚, 既然做了选择, 就得承担道德责任, 面对当时和后世的平质。 因此, 三人通过不同形式, 像戒川龙之戒小说的涉案人那样, 254, 留下了自己的供词, 为自己辩解。 王若虚的供词, 255, 那年正月, 西面元帅崔利截杀奴身, 阿博尔执政, 向城外的达达人投降。 不久, 崔利的党与崔毅, 伙同尚书省的张正伦, 刘仲周等人, 八戒讨好崔利, 才有了树立功德碑, 这桩混账事。 承蒙圣主赏识, 老夫舔居汉林直学士, 又是文坛领袖。 他们便用上书省的名义, 直接下了唐贴, 命老夫撰写碑文。 你们不知, 当时崔氏的恐怖政权, 如何凶狠残暴? 崔乙仗着兄长的权势, 作威作福, 只要稍露出些违逆的意思, 马上招来杀身之祸。 老夫一看, 是祸躲不过, 私下告诉玉知, 袁浩问, 他们赵老夫作悲, 不写, 必死无疑, 写了, 又不免明节扫地, 一笑将来。 若是这样, 简直是生不如死了。 于是, 老夫思索了一整夜, 终于想出一番托词。 老夫先找到崔乙, 装作不明白, 诸位要给丞相写功德碑, 具体指什么功德? 他很不耐烦, 但还是解释, 丞相以京城归附大朝, 蒙古, 城中人口百万, 由此有了生路, 这不是功德是什么? 老夫说, 我们汉林学士, 给皇帝写稿, 撰写功德碑虽是大好事, 按规矩, 却不属于戴王言。 何况, 丞相代表全城出降, 城中朝廷百官, 都成了丞相的门客。 功德碑要流传千古, 后世人看到门客, 给主子歌功颂德, 会不会觉得不可信呢? 一句话, 老夫故意放低姿态, 但始终距离力争, 崔乙等人不好反驳, 只好退而求其次, 找了几个泰学生, 假冒京城父老的名义, 给崔乙写了快碑。 要说, 这几个后生也真是急于求手, 听说那个刘金书, 围城期间就经常上张建言, 不是还因为赚杯, 赏了进士出身吗? 反正, 此后这事就跟老夫无关了。 刘琪的供词, 256, 某日, 上书省的直达员, 送来了一个帖子, 写着, 首领官罩副理房。 我大吃一惊, 想不出找我何事, 但还是马上动身了。 在门口遇到玛格, 玛格说, 昨天我见到左四郎中张杰, 听说, 赚杯的事, 要落在我们头上, 看来是真的。 到了上书省理房, 姓知, 张杰, 玉知, 袁浩问, 果然说起此事。 我推辞, 我被一介不一, 又无功名, 不配干这事。 再说, 有王丈, 王若虚, 何兄台, 岂敢搬门弄斧。 玉知说, 这是是京城父老的一片心意, 我们的命也是郑王旧的, 莫推辞, 莫推辞。 我们又去汉林院见王丈, 修传张子忠, 应奉张元美可以作证。 王丈说, 这是你们别推辞, 上书省固然可以命令汉林院写, 但这样一来, 体现不出京城百姓的心意。 你没有功名, 那就是百姓的一份子, 写写无妨。 我还是没答应, 上面一连好几天派人督促, 我被逼不过, 只好写了个草稿, 交给玉知。 又过了一两天, 又宣我去上书手, 说是宰相, 执政赐验。 半路上, 玉知找到我, 拉着我和麻格同藏, 进了左参政的办公室, 刘仲周参政做陪, 他举杯嘱咐, 大王的杯文, 大家都推举诸位, 烦劳诸位用心了。 我和麻格连说, 不敢, 不敢。 后来, 王丈也来了, 喝了树寻酒, 天色向晚, 我们打算告辞。 这时, 玉知伸手拦住我们, 省门已经上锁了, 今天喝得痛快, 就留宿省中嘛。 过了一会, 仆役端上了烛台, 又喝了点酒。 玉知说, 郑王杯文, 正好今夜就写了吧。 我一看, 这是蓄谋已久啊。 坚决推辞, 有诸公在场, 岂敢。 王丈版起脸, 杯文犹太学明事, 指我和麻格, 执笔, 郑王都已经知道了。 你们再不识好歹, 郑王万一觉得是瞧不起他, 到时候, 我们知识分子都遭殃, 何况, 你还有祖母, 老母在堂。 你好好考虑, 我心知躲不过, 只好说, 之前的草稿, 诸公又不满意。 管隔体我也不熟, 大家一起商量着写。 我署名在诸公之后, 还不行吗? 于是, 玉知开始重写草稿。 这时候, 王丈说, 这篇碑文, 就当是玉知替你写的吧。 大不了, 今后你编自己文集的时候, 不收就好了。 说话间, 玉知把长长的续文写完了, 王丈握笔改动了几个字。 后面的名文, 是大家一起定的, 只保留了我出稿中的几句。 文章虽然客客气气的, 但没有过分吹捧催力。 这时候, 已是夜里四更了, 玉知让下属抄了一份, 在烛火上把原稿烧成灰烬。 王丈, 玉知害怕催力, 不敢不应承, 又不愿意坏了自己名声, 就嫁祸于我们。 虚名骇人啊, 当时, 如果坚持不肯, 激怒了他们, 到催力那里告状, 后果不堪设想。 我尚有老母, 祖母, 冒不起这个险。 但是, 文章主要不是我写的, 天下人都知道。 曹之谦, 杨洪道都写过诗, 不用我多废口舌了。 当时年少无知, 现在想来, 真是可笑。 袁浩问的供词, 二百五十七。 催力开城投降以后, 上至朝廷, 下到草泽, 不少无知之辈, 都以为绝境逢生, 感恩戴德, 一致推举太学的名流人士, 来给郑王树碑立传。 崔氏一党, 全是滔天, 杀人如麻。 我也受了胁迫, 身不由己。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 赵王伦杀了贾后, 专善朝政, 后来又妄图称帝。 齐王炯朱杀赵王之后, 怀疑名师陆机卫, 赵王起草了, 加九西文, 和善未表, 差点把他杀了。 后来, 陆机写了, 谢平原内史表, 表明星际, 片岩之字, 不关其间。 世踪笔记, 皆可推教。 现在有人购献我写了 郑王功德背, 我的遭遇, 竟然和陆机一模一样。 阿静兄弟, 刘齐, 刘玉, 本是我的忘年交。 南京开城后, 我还向耶律丞相, 楚才, 推荐过他们。 二百五十八, 没想到, 我如此遇人不淑, 知人不明。 那天夜里, 阿静等人草传的出稿, 对崔璃多有一美之词, 我好心替他们删掉, 却遭反咬一口。 大家想想, 崔璃坐在朝堂上, 接过碑文, 就下令在自己府上, 亲自召见阿静, 又发下三通告声, 特赐阿静兄弟, 姓芝, 麻格, 近视出声。 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究竟是谁得了? 到头来却让我, 一个无辜的人, 来替他们承担骂名。 我若真是水庸世智的无耻之徒, 活该流放山海偏远之地, 只是那些指鹿为马, 恩将仇报的人, 实在可恨。 唉, 事情详细经过, 我不想重复说了。 反正, 我问心无愧, 谣言久当自惜。 今后, 我只求松生一秋, 桃花三栋, 不敢妄称经朝遗老, 在乡里, 做个善人变足矣。 谁的说法更可信一点? 关于给催利数碑, 迄今只发现了这三份第一手的资料。 看来, 真相到底如何, 或许将永远笼罩上一层迷雾。 刘奇回忆, 碑文写好后, 刚刚刻上石头, 蒙古军就开始入城大肆劫掠, 城内是人, 工匠, 僧道统统被驱赶到清城, 石碑到底有没有立起来, 谁都不知道。 历史证据下落不明, 对姓名已经刀刻入石, 累世难以磨灭的三位传者来说, 算是不幸中的大姓。 蒙古军大略, 只能造成一时混乱。 王, 元, 刘三人, 还应该感谢另一个人, 正是此人在第二年, 天兴三年, 1234年6月27日这天, 彻底消灭了催泥的肉体。 此时, 距离荆朝灭亡, 已经过了半年多, 这段往事, 要比几个文化人相互扯皮, 惊心动魄得多。 插曲, 刺催, 天兴三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 南京城东华门外, 古刹黄建院的主持会安长老, 正在殿上诵经。 忽然, 一个小沙迷慌慌张张跑进来, 禀告, 师父, 有个武夫模样的人, 倒在咱们院门外, 会不会招来什么强人贼匪? 会安出门一看, 原来是一个面容俊美的武官, 身披甲昼, 腰弦精浮, 此时一身酒气, 烂醉如泥, 从马上跌了下来, 随从手忙脚乱, 扶他不起。 寺里有人认识他, 说, 这是安平都尉下属的签户, 叫李伯渊。 一群和尚好不容易 将醉汉抬到了方丈房间, 让他躺下休息。 许久, 李伯渊睁开眼睛, 看见长老坐在床边。 会安很严肃地问他, 只此大丧乱, 将军怎能醉生梦死? 男子汉大丈夫, 与其沉溺于乱世, 何若建立身后不朽之荣名? 李伯渊听了, 冷汗直冒, 如梦初醒。 第二天, 他带着好友黄国三合元帅, 来黄建院拜见会安, 求长老收二人为徒。 又过了几天, 他们悄悄来见会安, 向他推心致富, 催力狂恕, 成国家轻微, 天子拨月, 折感叛乱乃尔, 无欲诸之久矣。 世卫男子身后不朽之荣名, 其在事业, 会安扬装大惊, 何惧出此诉惑于, 代妃老僧所感闻者? 李伯渊反复辩明心计, 指天启事。 会安知他一片赤诚, 才说了实话, 不瞒将军, 老僧一直留在这个霍乱之地, 不肯走, 就是想伺机报效国家。 老僧本是天地间闲人一个, 自从在象州, 张德府, 遇到了先帝, 宣宗, 和国厚恩, 迄今二十余年, 妒媚都想报答万一。 可惜, 事单利孤, 一事无成。 将军肯挺身而出, 行非常之事, 数万事之名, 老僧召见而惜死, 没有一丝遗憾。 说完, 老和尚双手合十, 朝李伯渊, 皇国三合跪拜, 老僧日夜祈祷, 助将军一举成功。 259, 当时, 在南京城内, 想杀崔丽的, 不止李伯渊二人。 都尉李奇, 是崔丽妹夫哲熙岩的部下, 抢取了某官员之妻。 崔丽听说她的妻子貌美, 想据为己有。 李奇知道, 崔丽夺人妻女, 都要找个借口, 打发该人远去外地出差。 于是, 崔丽只要派李奇外出, 她都把妻子带在身边, 寸步不离。 崔丽大为光火, 哲熙岩屡次公开羞辱李奇, 双方只差公开决恋。 还有都尉李建奴, 原是外城的全东面元帅。 崔丽兵变之际, 李建奴袖手旁观, 崔丽对她也有些忌惮。 没过多久, 郑王势力蒸蒸日上, 便将昔日同僚, 当成了要对自己卑躬屈膝的部下, 李建奴愤愤不平。 就这样, 一张刺杀崔丽的密谋大网, 已经悄悄张开。 天兴三年, 1234年, 6月27日, 也就是崔丽送走南宋的 邹申之使团后不久, 南京城附近有宋军出没的消息, 就在城内转开了, 这是刺崔党放出的烟幕弹。 不过, 宋军的动向不是空穴来风, 就是在这个月, 南宋淮西制制使全子才率兵万余人渡淮北上。 这是南宋企图利用金王后的空虚期, 归赴河南, 三京, 汴京, 洛阳, 归德, 的先头部队。 这支宋军, 7月初就将抵达南京郊外, 260, 此时, 他们还在300多里开外的地方缓缓前进。 6月28日, 日暮时分, 外城风秋门突然遭人纵火。 夜里, 崔丽在内寝坐不安, 一膝百卧起。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李伯渊等人来敦促崔丽视察外城。 崔丽匆匆叫上院秀, 哲熙岩等几人出发, 同时传令, 京城男子十五以上, 七十以下都去太庙街集合, 准备应急。 出了金王府大门, 崔丽隐约感到是有蹊跷。 他正要跨上座骑, 洋装一脚踩空, 跌了下来, 借口身体不适, 想打退堂鼓。 李伯渊大声嘲讽, 我背兵夹子, 呕坠马, 又何怪烟? 经不住催促, 崔丽只好硬着头皮出发。 一行人刚拐到金王府西边的大街上, 迎面骂骂咧咧涌来了一大帮兵屁。 有人一边叫喊, 冤枉啊, 愿丞相为我等做主。 一边不顾保镖阻拦, 推嗓着凑近崔丽马前, 一把扯住了坐骑的缰绳。 就在这时, 崔丽右侧的李伯渊从安上一跃而起, 跳到崔丽马上, 一手抱住崔丽, 一手握着匕首从后刺入。 崔丽回头看了一眼, 狮声惊呼, 你要杀我? 李伯渊说, 杀你又怎样? 或许是有些紧张, 更可能是太过兴奋。 刀刃将崔丽刺的对穿, 又洞穿了李伯渊的左掌, 两人一起坠落马下。 李伯渊挣扎起来, 补了一刀, 崔丽当场咽气。 接着, 李伯渊大后, 所住者, 此逆贼儿。 他人无语焰。 事先埋伏在街道两侧的刺崔党, 一拥而上, 黄国三合首刃院秀, 哲熙岩在队伍后面, 看到前面人寒马斯, 以为大舅子和谁起了争执, 慌忙上前劝解, 也死在了士兵刀下。 李伯渊将崔丽失手细于马尾, 一路沿着御街, 纵马驰骋, 直至成天门前。 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京城百姓, 渐渐聚拢为官, 便朝大家说, 利杀害劫夺, 争吟暴虑, 大逆不道, 古今无有, 当杀之不。 大家万口其应, 杀千刀, 寸斩之, 都难赎其罪。 李伯渊砍下崔丽的首级, 跪捧在成天门前, 摇记哀踪, 义军哀嚎, 生动天地。 最后, 崔丽, 怨秀, 哲熙岩三人的失手, 被吊在宫阙前的大槐树上示众, 仇家剖其心生淡之。 261, 镇王的功德碑, 或许确实没来得及立起来, 不过, 就算立起来了, 愤怒的京城民众, 也会把它敲得粉碎。 参与撰碑的三位文士, 如今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刘奇已在前一年北上, 游位过齐, 入烟, 辗转两千里, 终于回到故乡魂园。 此时, 他的祖母, 母亲都在离乱中去世, 目睹二十余年来所见富贵权世之人, 一时, 选赫如火烈烈者, 待遭桑乱, 皆烟消灰灭无鱼, 他心灰意冷, 独庆幸妻, 子尚存, 国破, 而家未亡, 驻唐明, 归前, 作为独书隐居之所。 王若须也早就离开了南京, 皇冠草旅, 徘徊于田设秋龙间。 没过几年, 七世高龄的湖南遗老, 王若须自号, 应留其之地流域的邀请, 同游泰山的白云牲畜。 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有人, 古梅尘土中一生, 不亦晚年乃造仙福。 一行人逐杖盲鞋, 攀上黄线风。 王若须打发小辈去前方探路, 自己垂足坐在一块大岩石上休憩, 威和双目, 沐浴在凌零的山峰之中, 仿佛入定。 两久, 仆人上前查看, 发觉老人居然已经明目而视。 二百六十二。 这样一来, 在郑王碑的三位主要当事人中, 似乎只有被蒙古人 暂时积压在山东辽城的袁浩问, 以一手即是, 表达了听到催利死讯的轻松心情。 逆术中当快屡分, 回一刀金得快三军。 然其意境皆合集, 欲懂拙, 遗臭无穷谷未闻。 第十一章, 复朝, 一, 赵碧唐。 天兴二年, 一千二百三十三年, 下五月, 正当金朝皇室的男女老少, 在清城干脑涂地之时, 东南二百多里开外, 归德城, 金河南商丘, 那一座寒称的宅邸里, 金哀宗正背着手, 在唐上苦恼地徘徊。 唐明赵碧, 是这年三月末, 护从皇帝逃入归德的中孝军滑变后, 金哀宗遭软禁的出所。 归德, 与宋朝的历史渊源颇深, 他是后州的殿前都典检, 领归德节度使赵匡应, 及后来的宋太祖的发迹之地, 在北宋升为南京应天府, 靖康之变后, 南宋高宗赵构也在这里登基, 观望行事。 到了京代, 归德只是河南的一座散府, 京人喊闻其名。 不过, 归德的府至所在的县城, 在历史上却是如雷贯耳。 隋扬, 经河南商丘市隋扬区南, 著名的隋扬保卫战就发生在此处。 唐宿宗智德二载, 757年, 张巡, 徐远, 只凭借数千堂兵, 聚首号称江淮屏障的隋扬城, 面对安史叛将尹子齐十几万大军, 竟然支撑了十月之久。 守军吃光了麻雀, 老鼠等一切能果腹的东西, 张巡就把爱妾杀了, 分给将士吃, 这场惨烈无比的围城战, 因为食人, cattleboism, 问题, 迄今仍可以引发激烈的伦理讨论, 张巡守虽扬采用的许多战术, 堪称典范, 写入了历代的守城要诀, 例如, 将薅草当建设到城外, 骗为成士族, 以为城中使径, 向敌帅汇报, 又埋伏神剑守, 南济云, 辨认, 狙击查验薅使的敌帅, 等等。 到了经朝末年, 往来经过贵德的南宋使节还记得, 在城池西门外, 赫然耸立着和似唐代大将张巡, 许远的庙宇, 又称双王庙, 城边还有一座雷万春的墓, 环仪小强, 绑约, 忠勇雷公之墓, 这也是张巡手下的虎将, 面中六剑, 窥然不动, 叛军误以为是木头座的假人, 据说, 金人骑马经过墓园, 往往下马, 表示敬意。 263, 其实, 贵德小城, 地势平坦, 交通便利, 所谓平眼四达, 算不得多么险要。 不过, 它地处黄河, 淮河流域的重叠处, 大小十几条河道纵横交错, 不利于骑兵冲突。 264, 政大五年, 1228年, 秋, 金埃宗派白华担任监督, 费工百万, 对归德城进行了加固。 265, 这样一来, 四面皆水, 城池完好, 就成了归德抵御蒙古军围攻的两大仪仗。 金埃宗御驾清临之前, 归德的首将是石斩女鲁欢, 支归德府, 行疏密院士。 开兴元年, 1232年, 2月至4月间, 归德遭受了蒙古大军的一轮围攻。 蒙古军队驻扎在南城外, 相传银子旗就是从这里攻陷虽阳。 起初, 城内短缺炮时机时弹, 当地乡亲建言, 北门西边有一块菜谱, 挖出过张巡埋在地下的骨炮。 女鲁欢派人发觉, 居然得到石头炮弹5000多枚, 部分炮弹上刻着大吉二字, 清晰可变。 围城之前, 城内守军还计划挖开凤士渡的河堤, 放黄河水淹没城池周边。 水利官员劝阻说, 按照去年的勘测, 这段河堤和城内的龙兴佛塔地势齐平, 一旦大水灌入, 大家都要遭灭顶之灾, 计划没能付诸实施。 三月初, 蒙古军攻城不克, 也打起了绝水灌城的主意。 万万没想到, 挖开绝口以后, 黄河水从西北而下, 至城西南, 入顾虽水道, 城返以水为故, 不但没淹到城内, 反而给守城, 京军帮了大忙。 此时, 蒙古军统帅才想起要找那个县策决堤的人算账, 可此人早已跑得没了踪影。 266, 或许有人相信, 这些奇迹都是城池守护神张寻, 许远的服用。 天兴二年, 1233年, 正月16日破晓, 金哀宗在少数侍从的护卫下, 从西门仓促逃入了这座神佑之城。 没过几天, 23日, 崔璃发动兵变, 金哀宗的巢穴覆面。 这个坏消息, 是奉命去南京接回两宫的图丹四席, 树甲塔是不带回的。 兵变当天, 二人早把皇帝的女人抛在了脑后, 城内乱成一团, 图丹四席拉着自己老婆, 树甲塔师部背着自己老爹树甲咬住, 跟随缘故来护卫两宫的一队忠孝军, 打算从东面的曹门夺路而逃。 受到卫兵阻拦后, 一行人又匆匆转到南面的城门, 这次他们运气不错, 把守城门的玉州防御使阿布罕协和早已逃走, 临时接替的金立官完颜合住给他们放行。 金哀宗听到四席, 塔师部回来了, 大吃一惊, 连忙询问太后, 皇后下落。 二人回答, 京城兵变, 来不及入宫。 金哀宗气得咬牙切齿, 辱妇, 辱妻独得出业, 下令将他们斩首示众。 二百六十七, 金哀宗思念的人没来, 跑出来的都是些他觉得无足轻重的角色。 比如, 护卫蒲仙石鲁, 他冒死从太庙中抢救出了武装太祖, 太宗和后妃的画像, 玉蓉, 驮着跑到了蔡州, 情况类似的, 还有袁东面元帅把撒合。 金哀宗责怪这些人, 在兵变之际不闻发一时, 而束手受制于人也没给什么好脸色。 二百六十八, 如今, 归得的守备力量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金哀宗抵达前的本地军队, 这部分除了原有的阵防军外, 还有少数溃兵。 前一年, 政大九年, 正月, 徐州行省完颜成立, 沁山奴, 元帅完颜勿论, 帅本部精兵一万五千, 驰援京城。 他们在隋州、 金河南隋县和归得之间的洋艺殿遭遇了萧奶台, 使天则麾下的猛汉混编军团。 结果, 勿论战死, 沁山奴被俘, 只有三百多名溃足逃入了归得。 二百六十九, 这些残部, 经过上一轮围攻, 基本被使战女鲁欢整合, 成了一支军队。 第二部分是外来军队, 包括隋经哀宗登船的忠孝军骑兵, 被撇下的侍卫清军步兵, 还有白洒麾下的残兵败足, 纷纷先后汇入归得。 二百七十, 外来军队进驻归得后, 小城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 粮草很快也不够了。 陆续抵达的京军残部, 只好统统打发到归得周边的宿州、 徐州、 陈州等地就粮。 到了三月底, 粮食依旧短缺, 侍卫清军也只好分流到外面就粮。 城内只留下元帅朴察官奴的 四百五十名忠孝军, 元帅马用的七百名归得城防军。 二百七十一, 前面说过, 朴察官奴是个职业冒险家, 而且热爱赌博, 忠孝军月薪丰厚, 他就拿这笔钱成天在营中开赌, 他的经历非常奇特, 在蒙、宋、金三方都混迹过。 三丰山兵败, 他逃到南宋襄阳, 结交上金湖制制使臣该, 两人称兄道弟, 一起喝酒。 金军将心大批陨落后, 官奴就成了极少数战斗力突出的军官。 他曾率数百骑兵冲入蒙古军, 升邪一回合, 西域人而还。 金埃宗北征卫州, 官奴麾下的忠孝军号令民宿, 秋毫无犯, 百洒的大军却沿途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河北百姓哭声相接, 师还迎演。 二百七十二, 金埃宗不得不以仗官奴和忠孝军, 却瞧不起这个反复无常的草根元帅。 何况, 有传言说, 官奴和当时盘踞山东的军阀, 国用安勾结, 企图劫持皇帝去海州, 京江苏联云港, 召集山东豪强, 收复北方, 如果大事不成, 就坐船去辽东。 金埃宗派哥什列阿里河, 完颜习险暗中监视官奴, 二人反而投靠了官奴。 不过, 金埃宗也不信任归德本地的军队, 侍卫清军外出救粮, 他一边提醒官奴, 女卤欢敬散卫兵, 清当小心, 一边又装模作样, 时常召见马用, 把官奴晾在一边, 公然制造隔阂猜忌。 叠经挫折, 背叛和失败, 宛如惊弓之鸟的金埃宗, 只相信他自己, 外加身边几个近视。 侍卫清军留在归德, 多少有些震慑作用。 3月21日, 他们前脚刚走, 官奴和马用的冲突就公开爆发了。 29日, 金埃宗下旨, 在尚书省临时办公地设酒席招待, 宰相居中调停, 希望二人和解。 不料, 这天午夜, 酒席刚散, 中校军就对放松戒备的城防军, 举起了屠刀。 混乱之中, 马用被杀, 挥下的军队死的死, 逃的逃。 第二天天亮, 中校军把护从百官驱赶到一所宅子里, 大开杀箭。 官奴亲自尖压女卤欢, 以身为参之正事, 至其家, 抄家之后, 在手认之。 中校军都为马时披甲持刀, 闯入赵碧堂, 企图抓走近视局执掌把奴身。 金埃宗听见外奸滑变, 拔出箭准备自卫, 看到马时才愤怒地说, 替朕转告元帅, 朕左右只有此人, 留他一命。 马时涉于皇帝的气势, 群学而退。 中校军兵变, 一共杀害了左城里系以下三百多名朝廷官员, 外加军官, 护卫和平民三千多人。 至此, 追随金埃宗亲征的旧人, 几乎被诸禄殆尽。 傍晚, 官奴贵在截然一身的金埃宗跟前禀告, 使斩女鲁欢等人谋反, 沉杀之矣, 金埃宗只好赦免官奴, 还生他做疏密副使, 全参之正事。 兵变后, 金埃宗被软禁于赵碧堂, 这是城内一处别墅, 庭院内花木浮书, 垂樱扎地, 潭水清壁, 居然很有一番出下光景。 可是, 金埃宗的心却像寒冬一样冰冷, 大金王朝一度统治着北陵荒漠, 东街西夏, 拿与宋国取怀之中流为界的广袤疆土。 如今, 末代皇帝的帝国, 就只剩下这可徒步丈量的角埃之地。 归得小城的一个角落, 赵碧堂外那一圈灰瓦白墙, 就是他发号施令的范围。 官奴之变, 无非是去年的除奸匿名姓, 火烧宰相宅, 屠杀蒙古使团等一系列下课上事件的高潮。 金埃宗觉得, 这不是自己的错。 他成天在赵碧堂上, 对着低头不敢吭声的左右侍从, 不知是在抱怨, 还是在喃喃自语, 自古无不亡之国, 不死之主。 但恨朕不知用人, 致为此奴所求二。 273, 菩查官奴出身寒威, 如今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亟待树立威望, 他盯上了城外尾随而至的蒙古军。 蒙古军沿河岸树立木栅, 以城北的王家寺为大本营。 他们人数不多, 但其中有新卫达鲁花赤、 撒吉斯补华、 萧乃台、 史天泽、 张柔等人的部队。 这几支军队, 从南京、 魏州一路追到归德, 是城内军队的冤家对头。 在内行人眼中, 蒙古军扎营的位置颇成问题, 太过逼近归德北门, 而且是背水而营, 左右两侧也靠近水道, 船舶往来无尽。 4月初, 宿布台照史天泽返回南京议事, 大概是讨论入承寿祥。 临行前, 史天泽提醒撒吉斯补华, 此起驻兵之地乎, 彼若来犯, 则进退失距矣。 撒吉斯补华不听。 274, 据说, 金埃宗的清征大军溃于河北之时, 官奴的母亲被蒙古军俘获。 逃入归德不久, 金埃宗受益官奴, 借口索还母亲, 与蒙古军大将特务歹接洽, 试探是否有和谈的希望。 官奴被特务歹扬称, 想劫持皇帝投降, 换回了老母, 趁机与蒙古人频繁接触。 双方甚至偶尔坐着船到水中央赋宴唱饮。 蒙古人派出的使节大都是女真人, 契丹人先后有十几人。 蒙古高级军官都在王家寺住宿, 这个关键情报, 官奴是从此被口中探听到的。 于是, 官奴策划了一次特种作战, 斩首行动, Decapitation Strike。 275 4月18日, 276, 宿布台蒙古军进入南京城的前两天, 在夜色掩护下, 官奴率领450名中校军, 口中咸眉, 身穿黑衣, 从归德城头抛出绳索爬下, 在南门外登上了事先隐蔽好的冲锋舟, 从东边水道摸黑, 绕到王家寺背面。 他们悄悄清除掉木栅后面的外堤罗族, 直扑蒙古军大本营。 此时, 已是夜里四更, 促然遭习, 熟睡中的蒙古军官登时乱成一团。 过了片刻, 他们察觉来袭之敌人数不多, 才冷静下来, 组织个人的仗前清兵赋予顽抗, 希望坚持到援兵抵达。 这时, 官奴部署的第二波突击队, 从北门冲出, 乘小船赶来增援。 其其效果既已达成, 此时京军可谓倾城而出。 金哀宗亲自登上北门城楼, 眺望王家寺方向的火光, 还在门外准备了小船, 一旦夜袭失败, 随时逃往徐州。 第二波突击队手持在南京围城中大显神威的初级喷火器, 飞火枪, 枪口喷出赤色火焰, 在黑夜中尤其诡异。 他们从王家寺四面一拥而上, 呼声震天。 蒙古军父被受敌, 彻底崩溃, 三千五百余人被挤到河中溺死。 京军一把火将王家寺和木炸烧成焦炭, 赶在敌军增援抵达前, 兴高采烈收兵回城。 根据蒙古一方的记载, 大将撒基斯补华在这次斩首行动中丧生。 二百七十七, 此外, 还有岗帅董公, 完帅镇公, 韩公, 十千户, 皆在死裂。 二百七十八, 飞夜中历劫战死的岗帅董公, 是十年四十八岁的董郡。 二百七十九, 这是后来元朝赫赫有名的军功世家, 搞成董世的第一任当家。 另一大汉人是侯家族, 顺天张世的第一任当家张柔, 眼看王家四北面, 西北各个阵地先后崩溃, 带着直系部队战战兢兢藏到河堤下方。 官奴撤退前顾不上他们, 他们才全身而退。 二百八十, 夜夕王家四是一场多年罕见的胜仗。 凯旋回城后, 金埃宗将官奴的全餐支正式中的全字去掉, 改为真寿, 加左副元帅, 赏赐玉玛。 然而, 餐支正式, 在今末仿佛是个被诅咒的官职, 官奴的两位前任, 完颜奴身, 食斩女卤欢, 那下场就是见证。 城北的蒙古军大营崩溃后, 军事威胁在短期内得到缓解, 金埃宗也不用准备小船偷偷逃亡徐州了。 他和靖士们觉得, 归德绝非久住之地, 听说南面的蔡州, 城池坚固, 兵重两广, 是个不错的选择。 官奴早先去蔡州出过岔, 清楚那里, 不但抵近南宋边境, 各方面条件也远不如归德, 执意反对。 王家四支战后, 天兴二年, 1233年, 5月15日, 官奴, 阿里和带领百名中校军骑兵, 前往归德南面一百余里的博州, 金安徽博州, 留下其他人在归德监视金埃宗。 官奴一去就是大半个月, 不知有何图谋。 281, 早先就有谣传, 官奴伙同国用安, 要劫持皇帝去海州, 后来, 又谣传他要劫持皇帝投降蒙古军, 现在又谣传他想逼皇帝退位, 自己去光复山东, 不行再把皇帝献给南宋赎罪。 总之, 谁都不明白, 这个桀骜不逊又反复多变的脑袋里, 到底在思考什么? 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 不准去蔡州。 官奴已经当众宣布, 敢言南千者, 斩。 不过, 金哀宗是个性格比较刚强的君主, 绝不可能任人摆布宰割。 在他受益下, 内侍局店头宋规, 启奴, 奉誉五股孙爱石, 纳蓝一踏, 护卫女西列完出, 范晨僧, 王沙等人密谋诛杀官奴。 6月6日, 在金哀宗的屡次催促下, 官奴很不情愿地从博州返回。 双方再次讨论去救问题, 金哀宗一再表示, 希望去蔡州。 双方话不投机, 不花而散。 史称, 官奴愤愤出, 只与扼腕顿足, 意趣叵测。 最后的谈判破裂, 金哀宗决心动手。 当天, 金哀宗派进士宣旨, 在赵碧堂召见两位参政, 张天刚和官奴, 商议军机大事。 官奴刚进赵碧堂, 就发现气氛不对, 官员只有他一人到场。 赵碧堂中, 金哀宗副手背尸而立, 缓缓转过身, 冷喝了一声, 参政。 官奴还来不及答应, 埋伏在门后的女妻猎完出, 突然闪出, 挺刃刺入官奴肋下, 金哀宗也拔出剑, 砍入官奴肩膀。 官奴浑身是血, 慌忙转身, 想逃。 纳兰, 义踏和五谷孙爱时, 二人从后面扑上来, 将官奴杀死。 原人好经的赵碧堂行, 被金哀宗赵碧堂中倾讨贼。 好经, 汝南行补充做了一番生动描绘, 世纪壮士能感激, 绝技为当下首先。 轻为其义震为难, 传呼辩兆将军, 官奴, 剑。 升堂敬业拒令前, 太阿道池仍识看, 王敦弹绝赤日压, 权中甚害加倍汉。 二百八十二, 以门立士, 完出, 精细称, 面无肉色, 覆肉衫, 胆定徐徐所见还, 敬拒逆贼间屡断, 赵碧堂红穴满臂, 手刃不绝御衣剑。 从这首诗看, 似乎在发出刺杀暗号前, 金哀宗先要求观赏一下官奴佩戴的名剑, 太阿道池仍识看, 解除了他的武装, 发难之际, 又顺势用此剑灼伤官奴。 这个情节, 与金史记载颇有出入, 或是诗人浪漫的想象。 官奴被杀后, 金哀宗宣照他的党与敬见, 白镜在赵碧堂前被杀, 阿里和半路发现不妙, 被乱箭射成了刺猬。 城内数百名忠孝军, 听说主将身亡, 纷纷劈甲上马, 准备拼个鱼死网破。 金哀宗派人佩戴虎服, 前往安抚, 又亲自登上归德城的双门, 宣布大赦, 任命范陈僧, 王沙出任元帅, 接管忠孝军。 283, 古往今来, 大权旁落, 依靠种种手段施而复得的皇帝有很多, 但是, 极少人有胆量持剑亲自动手, 不惧雪剑寓衣, 比曹魏的高贵相攻幸运, 孤注一掷而能全身而退的皇帝, 比如, 事变前先喝了中酒壮壮胆, 接着手刃而诸容的北魏孝庄帝, 就更加凤毛麟角了。 手握寒光四射, 散发淡淡血腥味的铁剑, 金哀宗躊满志, 仿佛又寻回了一点正大初年的永锐之气。 郝金, 赵碧堂行, 形容他此刻的心理是此时变亡心一族, 外敌虽强无内难, 也许并不贴切。 至少在这短短的一刻, 金哀宗想到的绝不是亡国, 而是后来不吐不快的豪言壮语, 至于宋人, 何足道哉, 朕得贾氏三千, 纵横江淮间有余力。 二百八十四, 六月十八日, 金哀宗一挥马鞭, 走,南下蔡州。 二, 防御专家重德。 天兴二年, 一千二百三十三年, 六月十八日, 金哀宗及其护从队伍, 冒着大雨从归德启程南下。 当时的天气记录是连日暴雨, 平地水树池。 二百八十五, 起初, 金哀宗和他的近视还可以坐船, 情形不至于太过狼狈。 那些在岸上跟着豫州, 亦步亦去的文武官员, 只能徒步踩在奇蹊深的泥浪中, 沿途摘些青藻等野果冲击, 吊队的人很多。 没几天, 自参政张天刚以下, 足尽敬种, 苦不堪言。 二百八十六, 六月十九日, 金哀宗一行人抵达博州。 围观的父老看到, 皇帝骑着马, 身披一件黄色袍子, 头戴黑色斗笠, 前方只有两位举着青, 黄色旗帜的护卫, 后面有人张着黄伞, 随从不过二三百人, 五十多匹马, 一位萧条, 行色匆匆。 御驾在博州休整了一天, 第二天继续南下。 此时, 天空仿佛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暴雨下得更加猛烈, 满世界都是白花花的雨水, 前方道路也被冲毁。 听说, 护部侍郎韩铁柱从南京赶来, 想加入金哀宗的队伍, 正遇上大雨倾盆, 洪水横流, 一步流神, 骑马跌入深沟, 扑腾两下就消失了。 二百八十七, 没办法, 御驾只好进入博州城南的双沟寺中碧雨。 昔日轻烟缭绕, 人头攒动的茄篮, 如今仿佛荒山沸寺。 金哀宗走进山门, 寺内薅爱满目, 无意人尽, 他留下两行热泪, 仰天长叹, 生灵静矣。 二百八十八, 六月二十六日, 蔡, 西, 陈, 营等路便宜总帅, 镇南军节度使, 巫蛊论稿, 帅父老千人, 在蔡州城, 及蔡州的州至汝阳城, 门外迎候圣驾, 腐败于马前。 说来也巧, 金哀宗一行刚进入蔡州, 连日来的暴雨, 忽然就停了, 雁阳当空, 接下来是一连好几个月的大旱天气。 大家都觉得, 这不是什么好征兆。 二百八十九, 不管怎样, 金哀宗的小朝廷, 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 不用成天为蒙古尤其心惊肉跳, 或担心被洪水冲走。 为表感激, 七月初, 金哀宗下旨, 生巫古论稿为御史大夫, 蔡州城内官吏军民人等, 集体晋升散官二等, 为皇帝出行张罗奔走的人升职士官义等, 同时颁布了一道, 针对蔡州境内的特赦。 天方毁祸, 少宽北顾之忧, 仁义告劳, 远寝难寻之意。 为今蔡郡, 十古玉川, 干戈以来, 世景如故, 借孤庸而抗敌, 出重力之抒情, 即闻灵性之初, 欲尽凤迎之礼, 仁义至于垂气, 正义为之洞怀。 宜佩恩思, 娶家未患。 自天兴二年七月一日媚爽以前, 据蔡州馆内之郡属县, 杂饭死罪以下, 并行事免。 官吏军民, 各谈恩两重。 归得以难经过去处, 曾经应办者千亿官。 百姓逃亡护绝者抛下地土, 听人自耕, 并免差睡。 自来拖欠官房, 地基, 军需等前, 拒免追征。 连年兵机, 多有暴露骸骨, 杨所在官司, 如法埋意。 吾乎, 凤处而重, 感辞博弈之谦, 时迈其邦, 尚获周家之助。 滋而有重, 体语至怀, 故姿肇事, 响仪之息。 二百九十, 八月二十三日, 是金哀宗的生日, 万年节。 这是他头一次 在京师以外的地方过生日。 金哀宗思念, 被蒙古人押送北上的人圣太后, 他呼为阿婆二百九十一, 偷偷提起, 左右侍从不仁仰视。 这一天, 还在为经朝坚守的周郡孤岛, 通过各种途径送来的贺表, 依然有二十多封。 二百九十二, 皱着眉头, 看着这一打贺表, 金哀宗更是悲从中来。 毕竟, 大经王朝的全盛时期, 五经十九路的经, 府, 周, 共计一百七十九座, 如今名义上也只剩下十分之一。 更要紧的, 他前使分头去各地催促发兵秦王, 依然迟迟毫无音讯。 皇帝周围的其他人, 似乎要比他心宽得多。 到了蔡州, 暂时不用风餐露宿, 单惊受怕, 四面八方陆续竞献不薄, 米麦, 肉蒲, 茶, 蜜等各种物资, 生活条件比在规德大大改善。 二百九十三, 于是, 皇帝左右的禁食人员, 不少居然开始娶妻, 营业, 业质填地房产, 仿佛过上了太平日子。 二百九十四, 在蔡州城内, 并非所有居民都十分欢迎金哀宗一行人到来。 河北人窦末在战火中失去了所有亲人, 真有难度后, 他截然一身, 辗转来到蔡州避难。 窦末盘算, 皇帝到了蔡州, 蒙古兵迟早尾随而至。 他收拾行装, 悄悄出了城, 干脆躲到了南宋境内的德安, 经湖北安路。 在南宋, 窦末深入钻研成诸礼学, 后来因缘际会, 进入了元氏祖乎壁列的幕府, 经常向这个蒙古皇帝灌输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帝王心术。 二百九十五, 窦末这样头脑清醒的人, 毕竟是少数。 此前, 蔡州城在巫谷论稿的守备之下, 一直处于半戒严状态, 出城桥彩的人, 必须用墨水在脸上涂上标记, 回城荷燕, 携带前务出城, 官方还要强制征收15%的善军税, 气氛颇为紧张。 七月, 金哀宗到来后, 戒严措施全部取消, 持门禁, 通中货, 城内外的商贩又逐渐活跃, 蔡州百姓举手家额, 欢呼雀跃。 一日之间, 公司多年铸藏的美酒, 就喝得一滴不剩。 二百九十六, 受这份乐观情绪的感染, 金哀宗也开始放松警惕。 七月初六, 皇帝下旨, 休憩城内的建山亭和蔡州同之衙门, 作为游戏之所。 完颜仲德劝谏说, 古来人均遭遇国难, 流离失所, 无不痛自贬损, 才能树立中心大业。 如今, 各地州郡将的将, 破得破, 只剩下一座蔡州孤城。 这里虽不比公确, 较之前大家风餐露宿, 却好了不少。 为怨圣主爱惜名利, 不要因大兴土木导致百姓离心。 金哀宗略感羞愧, 撤回了此前的圣旨。 没过多久, 金哀宗又发出秘旨, 让内侍殿头宋归, 在巫谷论稿之期, 菩查氏的协助下, 临选城内未出嫁的闺女, 预备充实后宫嘉丽, 很快就挑中了数名女子。 完颜仲德又劝谏说, 天子后妃, 直在城宗挑广祭祀。 陈丰文圣主派人选取梁家子, 已被后宫, 臣知道, 圣主一定不是为了美色, 而是为了江山设计考虑。 但是, 外间无知小民听说此事, 只会觉得如今殿金羡慕, 奇妙乏似, 两宫拨迁, 圣主不图报仇学耻, 却先求处女, 仿佛要在此久居。 名于而神, 不可不畏。 金哀宗浮然不悦, 也只好解释, 六宫失散, 朕身边没人伺候。 爱卿竟然这么说, 朕只留下粗通文末的一人, 其他人都遣散了吧。 297 事实上, 整座陪都都沉浸于太平节令的欢乐气氛, 大概只有一个人除外。 尚书又成兼书密副使, 完颜重德, 自幼隐悟不群, 文武兼备。 她是女真人, 早年进入侍卫清军见习, 本可以凭借这个出身, 仕途无忧, 她却折截求学, 首不试卷, 经张宗太和三年, 1203年, 近世吉地, 历任周县。 真幼动荡, 她被蒙古人俘虏, 不到一年就学会了蒙古话, 率万人反正, 经宣宗特寿批州, 经江苏批州, 次使。 哀宗即位后, 仲德先后出任归德府同之, 徐州, 经江苏徐州, 行愿, 观陕以南行元帅府市, 拱昌, 经甘肃隆西, 知府兼行总帅府市。 前面说过, 得知金师被围, 仲德提着一千孤军, 从驻地出发, 以野菜冲击, 辗转五六百里, 才在南京城门口勉强追上了金埃宗的清征大军。 这时, 他同刘居南京的妻儿, 已经五年没有见上一面了。 论忠诚, 担当和能力, 仲德都不愧史家的评价, 难度之后, 一人而已。 不过, 这份辉煌履历中的另外两笔, 很少有人注意, 新定初年, 仲德出任批州刺史。 到任后, 他增助城壁, 汇水还之, 才把批州城改造成一座设防要塞。 正大初年, 仲德出任徐州行愿。 徐州的条件比批州稍好, 城东, 西, 北三面都有黄河环绕, 唯独南面地势平坦, 缺乏掩护。 仲德碟石危机, 增城之半, 不但加固了城墙, 又输郡护城豪, 引来河水灌满, 把徐州也改造成一座深沟高垒的要塞。 298, 可见, 仲德拥有永备铸城和野战铸城, Permanent Field Fortification的丰富经验, 尤其擅长因地制宜的城池防御。 这样的人才, 在那个年代的历史记录中, 非常罕见。 在蒙古一方, 只有顺天万户张柔, 先后在宝州, 经河北宝定, 渤州, 起县, 经河南起县南, 和大都修筑城防宫市, 也是晶圆之际一流的军事工程专家。 299, 在这个领域, 仲德算是张柔的前辈。 不像何达, 陈和尚或官奴, 完颜仲德没展露过经验的战略才华, 没打过漂亮的野战, 更不是叱咤疆将场的勇将。 实际上, 战争打到这个地步, 金埃宗左右, 即使有孙武, 无起复生, 韩信, 白起在世, 也无济于事了。 仲德, 恰恰是此刻的金埃宗和蔡州城最需要的人, 一个意志坚定, 经验丰富的防御专家。 然而, 在行家看来, 蔡州城抵御围攻的条件, 着实不怎么样。 蔡州坐落在开封南边四百多里的淮河平原上, 从小城再往南走百余里, 就是淮河, 过了淮河, 就进入了南宋境内。 淮河的支流乳河, 乳水, 从西北蜿蜒东下, 先后流经蔡州的北, 东两面, 但干流距离城池较远, 难以起到屏障作用。 所幸的是, 乳河有一条小支流, 炼江, 从西边流过来, 在城池北面汇入乳河, 南门外则有一片湖泊, 湖水深达树丈, 名为柴潭。 三百, 北守炼江南守柴潭, 成为这里唯一的局部地形优势, 但是, 冲其量也只能给围攻军队制造一些麻烦。 金埃宗铸碧归德的时候, 就有人替他系统分析过南下蔡州有六不可。 一归德还成接水, 围攻军队难以靠近, 蔡州没有这样有力的屏障。 二归德粮草不足, 但可以从周边水域打捞鱼虾, 嵌食作为补充, 蔡州如果被围就没有这样的资源。 三王家四夜席后, 蒙古军没有再围困归德, 无非是改变了策略, 打算趁城内军队出逃, 跟踪追击。 四蔡州距离南宋边境不到百里, 南宋如果和蒙古联手, 给兵给粮, 祸不可减。 五归德守不住, 还可以从水到东行前往徐州, 蔡州如果失守, 就是死路一条。 六如今正值属于季节, 河南千里尼岛, 金埃宗体型肥瘦, 不便安马, 仓促欲敌, 孔有不测。 301, 以上是国佑安派人用辣完书, 从山东送到归德的报告, 但主要反映了普查官奴的意见。 遗憾的是, 金埃宗一意孤行, 等到了蔡州, 才发觉悔之晚矣。 302, 尽管各种条件不如人意, 完颜仲德还是利用何为前的七、 八两个月时间, 加紧部署城池防御。 金军在蔡州城南面的柴潭两岸, 北面的炼江都修筑了临时性的防御攻势。 在城墙四面, 分别设立了四渔稽察官, 从八品, 由曾任汝阳县令, 熟悉本地情况的王厄、 郑大元年, 1224年, 慈父状元统侠, 负责监督城内外的人口流动, 维护城墙、 楼鲁, 另设四渔和敌官, 高价收买民间余粮, 共储备了粮食一万七千余食。 303, 这一次, 金人还汲取了南京大义的教训, 在城中设了一个惠民司, 安排隋嫁的太医轮流执行, 二名年老的静氏负责抓药, 密切关注和应对城内的伤病和瘟疫。 304, 以上是基础的围城动员体制, 一个月以来, 出入无境, 欢歌醉舞的蔡州, 总算再度被拉回到半戒严状态。 鉴于城内兵力不足, 金埃宗前使四出, 在周边地区征集援兵, 加上城内的军队, 一共得精锐万人, 分为清卫军, 陆分军, 都卫军, 镇防军, 保甲军, 民兵, 五个等级。 不久, 苏州, 金安徽苏州, 副总帅高拉哥, 鲁山, 金河南鲁山, 元帅元智, 西州, 金河南西县, 中校军蔡八, 王山等人也纷纷率部来源。 305, 援兵越来越多, 粮草反倒不复分配, 只好一再拣选, 将部分, 皮软军以及随军家属, 护送到附近周县就粮。 金埃宗打算将剩下的精兵分为三等, 并按等级发放口粮, 上等军每月八斗, 中等军六斗, 下等军五斗。 明目张胆的歧视性分配制度, 必然引发麻烦。 完颜仲德设计了一套竞争分配机制, 每五天举行一次全军范围的射箭比赛。 用弓的距离一百二十步, 用弩的距离二百步, 每人十支箭, 每射中靶心一箭, 赏三生脉, 射到靶子上, 即使偏了, 也给二生脉。 几轮比试下来, 上军, 中军实际得到了额外口粮。 赛场外, 各军都踊跃训练, 那些技高超的射手, 金埃宗亲自赐酒靠牢, 还可以起到激励士气的额外效果。 三百零六, 仲德还找出了一位军火专家, 树甲咬柱, 这是前南京南面元帅, 崔力之变后, 他跟着儿子树甲塔师不逃到了归德。 图丹四喜和树甲塔师不应未能救出两宫, 金埃宗一气之下, 下令处死, 咬柱却跟着埃宗一行来到了蔡州。 三百零七, 如今, 在仲德的极力推荐下, 金埃宗不计前嫌, 任命咬柱围攻布侍郎兼军器监使, 负责打造盔甲兵器, 献气一跃。 咬柱生性布狗言笑, 平时就经常冷着一张脸, 人送外号, 隔年笑, 但确实精通业务, 这批装备及时完工, 城内士气又未知一阵。 三百零八, 最后, 仲德深知, 围城中人的心理, 往往比城墙更脆弱, 要死守蔡州, 正面激励远远不够, 必须有另行禁止的严明军纪。 金墨军队风气败坏, 进入蔡州的各路人马, 不是骄兵汉将, 横行无忌, 就是贪生怕死, 不堪一战。 甚至, 同一群人往往兼备这两种品性。 仲德和张天刚商量, 整肃纪律, 收拾人心, 首先从金埃宗身边的静氏下手, 杀鸡儆猴。 恰好有四个人撞上了枪口, 护卫女系列完出, 诛杀官奴有功, 静氏局执掌粘合协裂, 凤玉陈谦, 权敬氏局执掌完颜太和, 内族, 他们嫌蔡州生活条件太艰苦, 经常吃不饱, 表示, 要去北面的陈州旧食, 还公然口出怨言。 张天刚当即下令, 将四人押出城门, 任其所知, 就是不准回头。 四人战战兢兢, 走到汝水南岸, 就遇到了巡逻的蒙古游骑, 无疑幸免。 城内军民听到这个消息, 纷纷拍手称快。 309, 接下来, 轮到臭名昭著的忠孝军, 遭到整肃。 8月10日, 忠孝军提控李德等十余名军官, 骑马直接闯入尚书省驻地, 扬言, 每月军饷不如以前封后, 破口大骂, 乌言惠语不堪入耳。 仲德下令将这些人五花大榜, 压到都堂, 痛则六十大板。 听说此事, 金哀宗责备仲德, 这支部队作战得利, 如今正要仰仗他们, 怎么不稍加幽容, 下手这么狠? 仲德回答, 危急存亡之丘, 路人之功而引人之过, 这是圣主的恩德。 但是, 身为将帅, 却不能宽纵属下, 要做到小贩则绝, 大贩则诛。 强兵汉族, 不管打仗如何生猛, 都不可使一日不遵军法。 官奴之变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如今, 必须不惜代价整肃纪律, 一切赏赐之权, 都归圣主所有, 至于处罚违法乱纪之徒, 一切责任, 臣义仁承担。 金哀宗陷入了沉默。 据说, 这番御前对话传出, 军事文之不拒, 至于王, 不敢犯。 310, 8月5日, 在蔡州城东北的剑山亭前, 金哀宗举行了一次阅兵。 311, 看到军威烧阵, 他多少心感宽慰。 他身边的近视和大臣, 更是十分乐观, 觉得蔡州可以长期坚守。 完颜仲德的想法, 恰恰相反。 在仲德心目中, 蔡州只是一个中间站, 可以从此继续往西, 实现之前归曲陕西, 巴蜀的战略宏图。 早在7月, 他就推动颁布了 竞马千赏阁, 樊径县一匹装具齐全的战马, 升官一等, 二匹升官二等, 马匹不足, 加以强制征用, 违抗或逆藏者治罪。 好不容易凑够了千余匹战马, 交给疏密院千试, 磨碾物点管理。 312, 这支快速机动力量, 不是用来守城, 而是为长途牺牲预备的。 可惜, 金哀宗和他的亲信, 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仲德只好每天在府邸里身居焰坐, 闭上双眼, 唏嘘不已。 313, 两个月来, 他脑袋里始终只装着两个问题, 还剩多少时间? 还能再做什么? 若没有完颜重得的担惊截律, 小小的蔡州城, 必定顶不住蒙古军第一回合的冲击。 3, 宋军报道。 对蒙古帝国来说, 这场始于1211年的漫长围猎, 已经接近尾声。 参加最后围猎的蒙古军, 有塔查, Tekhar, 又名笨战, 任总指挥官, 统帅元宿布台麾下的张柔, 山彻拔多, 还有萧乃台, 史天泽等人的部队。 塔查是成吉思汉时代的, 四节, 博尔乎的侄孙, 参加过同关, 和中和南京等地的围城战斗, 经验也很丰富。 314, 此刻, 蒙古帝国的主人大汉窝扩台, 依然留在数千里之外的草原中心, 即将成为新帝国首都的哈拉和陵附近。 大汉带着宫廷四季迁徙, 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春天在家间茶寒之地放音, 夏天在月尔灭切土的金色大帐中避暑, 秋天在古薛纳沃的清澈湖水边斋溅, 冬天到汪急的木栅营地围猎野兽。 315, 世界的河汉徨阳于美酒, 音乐, 射箭和摔跤比赛之间, 觉得犯不着大老远跑到帝国的边陲, 汉人的中原给垂死的猎物致命一击。 所以, 1453年军事坦丁堡围攻战中, 骑着白马, 披着红场的拜占亭末代皇帝, 和骑着黑马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 隔着城墙摇摇对视的壮观场景, 注定不会出现在蔡州城下。 后来, 窝国台汉列举了自作我父亲的大位之后, 自己毕生的四公, 四国。 其中, 四公是一件平了金国, 一件立了战翅, 一战体系, 一件无水处, 叫穿了井, 一件各城池内, 立一探马翅, 震术军, 震守了。 316, 尽管如此, 淮河岸边的小城蔡州发生的一切, 只是帝国不断扩张的边陲的又一起小事件。 蒙古帝国的世界史, 史籍, 讲述经朝末代皇帝从南京, 南京, 出逃后, 死在了哈拉木连, 黄河, 一条运河畔的无名城市, 既没有提到归德, 也没有提到蔡州。 所以, 毫不奇怪, 塔查尔等蒙古军几乎是从容不迫, 甚至有些漫条斯理地朝着蔡州集结。 8月23日, 金埃宗的生日, 万年节, 这天, 金军接到情报, 敌人大势, 蒙古军主力, 已穿过西北方向的军州, 许州, 距离蔡州200余里。 317, 8月29日, 护送皮阮军3000及其家属, 外出避难的金军, 在蔡州南面六十里处, 突然遭遇蒙古军, 只有百余人逃回。 318, 虽然缓慢, 但毋庸置疑, 蒙古人的列圈在一点一点不断缩紧。 9月9日黎明, 寒气袭人, 地面漂浮着一层淡淡的击雾, 在城内的镇南军节度使衙门, 金埃宗帅群臣, 官兵举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拜天典礼。 在每年的中午, 中原, 中酒这三天举行拜天之礼, 据说是疗潮传下来的传统习俗。 女镇人的重酒拜天, 一般在都城外举行, 只简单地用一个刻成木船形状的盘子, 乘上食物作为祭品, 高高架着, 祭祀上天。 皇帝率领太子, 百官行完拜礼, 饮过拂酒, 通常还会举行射流, 马球之类的体育比赛。 319, 这次蔡州城内的拜天, 朴素的不能再朴素, 皇帝没有通天官, 降沙袍, 玉露, 大碾一类的渔府礼器, 行礼之际, 也没有太常乐队的中鼓伴奏。 不久前, 护卫蒲仙石鲁, 从南京太庙抢救出的太祖太宗玉荣, 只能草草安置在蔡州前渊寺, 为此举行奉安吉礼, 就需要乐队。 有人建议, 太常雅乐没有, 蔡州市井的迎亲唱戏之乐也很热闹。 王厄反驳, 世俗之乐, 岂可失帝王之前, 只好作罢。 320, 没有了繁琐的礼乐, 拜天礼回归到女真初心时, 那种质朴的肃穆, 反倒是好事。 金哀宗拜天那一刻, 节度使衙门内外, 文臣, 武将, 侍卫清军, 忠孝军, 镇防军, 士, 农, 功, 商, 无不沉默肃力。 天, 苍青色的, 无所不负, 喜怒无常, 而又默默无言的神秘宇宙力量, 不管被称为天, 汉人, 藤戈里, 土爵蒙古人, 艾布卡, 女真人, 还是梅, 西夏人, 是东北亚民族共同的神圣信仰。 此刻, 蔡州城内的人, 不论他们为着生存, 为着守护, 还是为着信念, 不论他们是女真人, 契丹人, 汉人, 党项人, 突厥人, 还是蒙古人, 也不论他们出于什么机缘, 汇聚到这个弹丸之地, 心中都不约而同, 涌起一种莫名的悲悯, 还有同仇敌开的勇气。 拜天完毕, 金哀宗向全军训化。 国家开创以来, 勿广恩德, 涵养儒等, 百有余年。 儒等或容少士丰, 或秀拔名武, 背奸直锐, 机有碎石, 与此奸威, 与朕同患, 可谓忠义。 金敌人, 将至, 正如等厄万土粪, 立功报国之秋。 纵死王氏, 不失为忠孝之鬼, 必知奴言必息, 敢从叛逆者, 不由欲呼。 况儒等立功, 忠孔不为朝廷所知, 今日灵敌, 朕所倾鉴, 如等其免之。 接着, 金哀宗吩咐端来美酒, 亲自斟酒分赐给在场的将士, 每人一杯。 第一轮酒还没赏赐完, 城外的赤后骑兵就冲进来禀告, 敌兵数百骑, 突至城下。 321, 金军将士纷纷踊跃请战, 有人兴奋的, 连盔甲都来不及穿, 就冲出去厮杀。 金军的突击锐不可当, 蒙古军慌忙后撤, 第二天, 9月10日, 塔查带着几百名仗前清兵来到城下, 他亲自潜出到东面城墙外, 令通事, 口译一员, 大喊, 城中速将, 当面杀戮, 不然无教类仪, 宣告这种最后通牒, 几乎是蒙古军在欧亚各地工程前的标准交战程序, 这次, 金军准备更加充分, 金哀宗登上东门城楼观战, 中校军元帅蔡芭带着一百多名公奴手, 从城脚下事先挖好的岸门冲出, 偷偷渡过汝河, 对准岸边的蒙古前锋左右交涉之, 另一支骑兵部队绕到蒙古人后方偷袭, 生情二人而归。 322, 第二轮试探过后, 蒙古军很长时间没有再靠近城墙, 而是按照传统的围城战术, 开始修筑长壁, 即攻城防线, 环绕线。 323, 金军内部有人建议, 应趁蒙古军公益未尽, 人马远皮, 全力出击, 先给他们来各下马威。 金埃宗等人顾虑城内军队成分复杂, 人心未定, 即便一击得手, 军队出了城, 未必肯再回来死守, 没有答应。 324, 此后十几天, 金军只是不断加强战备, 迎接即将来临的猛烈围攻。 9月10日, 蔡州城正式进入戒严状态。 9月15日, 施行粮食配给, 宰相以下, 直到小兵, 每人每月之粮六斗。 9月18日, 强制征粮, 私人存粮部得过八斗, 十岁以下五斗, 其余全部充公, 藏匿者处死。 阔宿特派员赵立学弟铺墙, 少不容带, 强征到粮食二万五千余食。 金埃宗的御用术士武抗, 出身天文补算世家, 父亲是司天管狗武真。 武抗现任司天长行, 司天间的剑袭力源325, 推算灾疫相当准确, 但脾气古怪, 朝中人员很差。 金埃宗请他推算, 蔡周成的围攻, 何时能解除? 武抗回答, 明年正月十三日, 城下无一人一起矣。 简单的预言, 初看十分乐观, 仔细想想, 却令人毛骨悚然。 金埃宗没想那么多, 大笑着吩咐下去, 粮食配给, 就按这个日期估算, 确保期限内不缺粮就行。 三百二十六, 九月二十三日, 新任命的首城官员集体登上城头, 各就岗位, 四座城门家派进士, 奉御, 一人, 随时巡视, 四面城墙的首玉长官如下, 内城, 殿前右卫将军, 全左副都, 点茧完颜协列, 正, 都卫王爱石, 副, 东面, 总帅倍数鲁楼市, 正, 都卫完颜成林, 副, 南面, 玉史大夫, 全餐之正式, 巫古论稿, 正, 总帅元智, 副, 西面, 殿前兜点简物, 零踏糊土, 正, 中校军元帅蔡八, 副, 北面, 中校军元帅, 全殿前右副都点简王山, 正, 元帅哥石列百寿, 副, 三百二十七, 十月一日, 蒙古军的工程防线修筑完成, 要兵于城下, 旗帜避天, 日暮之前, 蒙古军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 焚毁城郭外围的四个官城后撤退, 三百二十八, 夜幕降临, 蒙古军各部同时点燃营火, 城头的守军望见远处, 忽然亮起一道巨大的火圈, 将幽暗的天空照得通红, 陈玉的鼓角声此起彼伏, 不绝尸声大喊, 常磊完成后, 蒙古军并未急于攻城, 反倒是京军小谷部队频繁出城夜袭, 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三百二十九, 守城官兵享受每月固定的配计, 还可勉强糊口, 扩速之后, 普通百姓虽说限流八斗, 但这是最高额, 大多数人恐怕连八斗存粮都没有, 黑市上的粮食自然也买不起, 因为斗米白金十两。 三百三十, 十月十日, 万余名鸡民聚集在尚书省前, 请求放他们出城自谋生物, 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就在内城举行了游行示威, 大呼吁道。 金哀宗听到喧闹, 问清原委, 同意放鸡民出城。 但是, 每座城门每天只限一千人, 巡查四座城门的近视官员, 逐日清点。 凤玉完颜江山负责北门, 他看这些鸡民可怜, 多放了一些人出去, 被责罚四十大仗。 不久, 守军发现, 出城的鸡民经常把城内情况泄露给敌人, 下令禁止再放人出城。 三百三十一, 十月十二日, 为了缓解粮食危机, 金哀宗吩咐拨出十艘官船, 让鸡民到护城河的水面上, 打捞一些林茜, 炸草果腹。 此令一出, 百姓蜂拥而至。 不几天, 护城河就被捞得清澈见底, 半根飘着的水草也没了。 鸡民只好挖掘土里的野菜根筋, 同牛马等牲畜的骨头混在一起煮烂了吃。 过了不久, 恶红了眼的人又开始对旁人下手, 空街镜巷, 往往一人而食之, 独自行路的人经过某条幽深的巷子口, 黑暗中很可能末地伸出一根绳索, 死命勒住他, 直到断气, 然后, 凶手们就像一群恶狼扑上来, 片刻之间就将死者鸾割分食。 132 10月16日, 蒙古军的大部队前出到城东, 北两面, 在史实所及范围之外, 才略微试探, 巡查东门, 北门的护卫把一把燃, 凤玉扑察被干就偷开城门, 单起出将。 333 眼看敌人尚未认真攻城, 城内就要陷入无政府状态, 甚至危急城防, 金哀宗只好组建一支特别治安军队。 11月初, 他选中了一个性格冷酷暴虐的军队头子, 殿前右抚点减阿勒根·怡施拉, 334, 封他为宣差政府都弹压, 335, 下属四名弹压官张大亨, 富吉, 纳兰博端, 巫古论协列, 四余稽察官也不归他统帅, 专一负责维持城内秩序。 直官六平以下, 军官提控以下, 阿勒根·怡施拉都有权现场处决。 上任头一天, 阿勒根·怡施拉就下令, 在闹市口里了一根长杆, 杀人吃人的歹徒, 已经发现, 斩首示众, 首级就一直挂在杆头。 史称, 犯者少止, 然玉业亦不能禁。 白昼, 弹压官率领兵丁在城内四处击拓巡逻。 然而, 只要夜幕降临, 幽暗的残垣断壁之间, 仍然是食人者统治的亡国。 铁腕镇压, 并不能减缓饥荒。 很快, 军队士兵也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 加入了杀人越货的行列。 阿勒根·怡施拉上任不久, 就破获了一起特大刑事案件。 有一伙大盗, 共七八人, 心狠手辣, 四处作案, 图人之家, 而夺骑时, 弄得城内人心惶惶。 案件侦破后, 这火大盗幕后的保护伞, 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是忠孝军的终极军官, 提控一人, 督统一人。 忠孝军是战斗主力, 金埃宗下过密旨, 忠孝军违纪违法, 需要向皇帝本人请示处分。 金埃宗想特赦二人, 在元帅王山的坚持下, 才将二人处死。 三百三十六, 官兵百姓缺粮, 金埃宗本人过得也很糟心, 皇帝的口粮自然可以保证, 但是, 金埃宗喜欢吃鱼。 蔡周冬, 北面的乳河里有鱼, 可是, 河面常有自上游飘下, 泡得苍白腐烂的浮尸。 乳河里捞上来的鱼, 金埃宗只看了一眼, 就猝着眉头推到一边。 这时的护卫统领, 殿前左副都典捡温敦昌孙, 本姓王, 金宣宗王皇后拳, 身材短小, 性格温和, 很早就结识金埃宗。 金埃宗带出的近视旧人, 到了蔡周, 就只剩下温敦昌孙等寥寥数人。 看到圣主食不下宴, 他也愁苦万分。 温敦昌孙常常领兵去城外巡逻。 有一次, 他发现西门外炼江里的鱼又多又肥, 但是, 这一河段巨城树里, 逼近敌营, 只能动用军队出城捕捞。 此后, 温敦昌孙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武装护卫下, 出城捕捞, 一次就能带回一千多金鱼, 宫里吃不完, 还可以分给守城官兵。 可惜, 蒙古人很快发觉了金军的新动向。 10月25日, 温敦昌孙带着捕捞上来的鱼回城, 半途遇到了蒙古军重兵埋伏, 护卫一哄而散。 温敦昌孙惦记着圣主晚善的鲜鱼羹, 坚持不肯退走, 最终栗战阵亡。 337, 9月至10月的围城, 是蔡州之战的前半阶段。 在这两个月当中, 蒙古军就像守候在陷阱边上的猎人一样, 耐心等待落入陷阱的孤狼, 挣扎着耗尽气力。 另一方面, 他们如此慢条思理, 从容不迫,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天兴二年, 1233年, 11月5日, 蔡州城南面城楼上的廖望哨, 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心寒的现象, 在柴潭南岸, 忽然涌出了一大群此前没见过的军队。 他们的旌旗, 甲仗, 都比蒙古军齐整, 鼓脚节奏也大不一样。 许多士兵身穿飞, 子两色的号衣, 还秀有特殊的繁号。 蔡州城南面的防御长官乌骨论稿, 收到紧急报告, 慌忙登上城楼勘察。 凭借多年镇守南方战线的经验, 乌骨论稿一眼就判断出, 这是何方军队, 他面色煞白, 声音颤抖, 快, 快去禀告圣主, 这, 这是宋军。 5日抵达蔡州南边的这支宋军, 是经过南宋宰相史弥远, 郑卿之首肯, 委托金湖治治史兼之襄阳府, 史松之派出的。 鄂州江陵府副都统治孟巩为主将, 京西中顺军统治江海为副将, 麾下一共两万宋兵, 还带来了粮草十余万诞。 338, 就在这年春天, 蒙古史节王籍来到襄阳, 与南宋商议加攻蔡州, 且求兵、粮。 如今, 宋人忠实履行了这个约定。 339, 南宋朝廷考虑联盟灭金, 或可一雪前耻, 但也有人提醒, 宣和年间联金灭辽, 教训惨痛, 如今蒙古贪婪, 以防后患。 最终, 宋人判断, 反正, 金朝已如风中残竹, 就不活了。 而不管是雪尽康之耻, 还是收复, 三金, 都不能马上同星星的北方, 强拳撕破脸。 如此一来, 做个顺水人情, 趁机试探一下北方的虚实又何妨。 其实, 为了铲除金朝在江淮以北的残余势力, 蒙古几次前史约蒙, 何尝不是想多试探一下即将接壤的这个庞然大物, 南宋的虚实呢? 北宋连金灭辽, 南宋连蒙灭金, 最终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不过, 不用急于嘲笑古人缺乏历史智慧, 不论宋人出不出手, 弃丹, 女真的覆灭都难以挽回。 既定的国际秩序突然崩溃, 爆起的北方政权动向不明朗, 在这种形式下, 先参与分赃, 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 未尝不是一种相当理性的选择。 宋人后来的惨败, 根源在于误判自身实力。 而这种错误, 在国际政治中简直太常见了。 至于金朝一方, 既然南下蔡州, 不可能不把对宋战略纳入通盘考虑。 面对边境蠢蠢欲动的宋人, 金哀宗一方面企图以淳王齿寒来劝诱, 三百四十, 一方面却又放不下贾氏三千纵横江淮的美梦。 七月, 金哀宗刚在蔡州安顿下来, 福沟县昭辅司之士刘昌祖就上书, 建议以金军为前锋, 后面跟着大群河南鸡鸣大举伐送, 他的豪言壮语是, 官军在前, 鸡鸣在后。 南建江, 怀, 西入八, 属。 金哀宗颇为心动, 嘱咐参政张天刚召见。 虽然这明显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 还是赏了来人一个上书省拆尾官的虚险。 三百四十一, 八月, 金哀宗又通过辣丸书, 向陕西行省詹葛湾展宋区密令, 要求他集结西县的残兵, 九月前往饶峰关同金哀宗会师, 图谋习曲南宋的心园, 金陕西汉中。 三百四十二, 看来, 比起连宋抗蒙, 金哀宗对七府柔诺不武, 弱负仍然的南宋, 显然期待更高。 可偏偏事与愿违, 八月二日, 部署在蔡州西北面舞阳, 金河南舞阳, 距蔡州百渝里, 境内的青尖山招府如径报告, 目击百渝民达达骑兵, 护送少数蛮子装扮的人向北行进, 派人前去侦查, 说是达达史节王级从襄阳返回, 南宋也派了人, 邹身之使团, 北上报聘。 南宋使团携带了大批资众, 看样子应该是献给达主的礼品, 所以, 343 据说, 金埃宗听到这个消息, 经济无人色。 344 从七八月开始, 在蔡州东边和南边的唐州、 邓州、 西州等地, 金军和南宋军实际已经处于交战状态, 金埃宗寄予希望最大的援军, 武仙也被孟拱统帅的宋军击溃。 345 其实, 南宋军队作为敌军而不是盟军, 出现在蔡州城外, 对这一点, 金埃宗并不是毫无心理准备, 即便如此, 当他亲耳听到, 这个最糟糕的局面组合居然真的发生了, 还是独自呆坐了好伴上, 一言不发。 4, 工程竞赛, 宋军的抵达, 让蔡州围城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倒不是说, 蒙古军少了二万援军和粮草, 就一定无法攻克蔡州。 也不是说, 南宋积极参与消灭垂死的金国, 使得金埃宗纵横江淮的美梦遁成泡影, 如今天下虽大, 他已无处可去。 更不是说, 小小的蔡州城, 在东亚两大势力的联合碾压下, 必然迅速崩溃。 当然, 这些都很重要。 不过, 南宋军队抵达产生的最直接影响, 是引入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精神要素, 征圣兴, 或者说, 竞赛精神。 据说, 自从宋军入伙后, 蒙古军一改一个多月来, 懒洋洋的做派, 全力加速建造工程器械, 着目之声, 闻于城中, 城中大孔。 346, 南宋军队的司令官孟拱, 湖北人, 祖上参加过岳家军, 他和父亲孟宗正, 长期在京乡战区同京军进行小规模战争。 孟家的嫡系部队, 中顺军, 主要目自河南南部的唐, 邓, 蔡三州的青壮。 347, 因此, 来源的这支南宋军队, 堪称金人的老对手。 孟拱精通将略, 经验丰富, 更妙的是, 他对蒙古人那一套礼节也非常娴熟。 塔茬派了三名青信兔花推, 梅河过初, 阿西, 先妻迎接宋军。 孟拱身为一方总帅, 却放下架子, 带他们一起射裂, 夜里点起篝火, 围坐帐前, 用匕首扎着滋汁流着油的烤肉, 互相送到嘴边, 大嚼大饮, 割仙而已。 等见到了塔茬, 蒙古大帅, 亲手给孟拱上麻奶酒, 不住夸赞他, 以杀的无先。 好, 据说, 两人还结为安达, 兄弟。 348, 孟拱同蒙古军约定, 严密划分围攻地段, 防止京军在两军的结合部城系突围, 宋军负责蔡州城的东, 南两面, 包括柴潭, 蒙古军负责蔡州城的西, 北两面。 孟拱特意嘱咐塔茬, 以借南军, 宋军, 侮辱北营, 如意当借北军侮辱南寨。 349, 两支一度略带敌意, 如今居然并肩作战的军队, 在彼此目光的注视下, 都起了一帧短长的豪情壮志。 如同雷班托大海战中的威尼斯和热纳亚军队, 或者诺曼底登陆后, 冲向柏林的巴顿军和蒙哥马力军, 从宋军到达那一刻起, 蒙, 宋两军就在不停暗中较劲, 看看究竟是塔茬的黑色马尾道, 还是绣着中顺大字, 垂着火焰起脚的宋军大旗, 会率先插上蔡州的城头。 天兴二年, 1233年, 11月5日, 在蔡州南面的柴潭南岸, 南宋军队军容骑整, 锣鼓喧天, 举行一次阵前检阅, 试图先声夺人, 并将劝降通告用弓箭射入城内。 紧接着, 宋军派赶死队冲向城下, 很快就冲到城门边上。 京军奋起反击, 使下如雨, 勉强击退了敌军。 京军评价, 敌人慎勇。 350, 面对猛颂联军咄咄逼人的攻势, 城内京军束手无策, 又不甘心坐以待毙。 这时候, 冒出来一个江湖骗子, 自称巫古论先生。 京宣宗时期, 此人自诩全真交的得到真仙, 道号麻佩先生。 他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 蜀九寒冬, 只穿一件麻布单衣, 赤裸双足, 在雪地里剑步如飞, 很有教祖, 王疯子, 王崇阳的风范。 凭借兜售秘传的房中之术, 他唬住了不少贵族, 南京城内的豪门, 竞相尊奉。 京宣宗召他入宫, 请教秘书。 后来, 巫古论与大长公主, 金哀宗姐姐, 私通, 京宣宗正要, 下旨秘密逮捕他。 他以文风而逃, 改名唤姓, 被巫古论稿收容, 到了蔡州。 巫古论稿为他在城外迎建道观, 他照旧饮酒食肉, 无所不为, 甚至和巫古论稿的老婆勾勾搭搭。 这桩丑事, 家中无人不知, 只是都不忍心告诉巫古论稿。 11月15日, 巫古论先生通过京哀宗身边的禁食, 请求面圣。 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粮食危机的妙招, 而且是一劳永逸, 全城军民集体修炼他传授的内丹之术, 服侍一种叫做元气的神秘能量, 可以不费官粮而经久抗敌。 金哀宗等人看出, 此人显然是个活宝。 完颜仲德还希望再压榨一下他的价值, 建议说, 蒙古人既然迷信巫师, 不妨把他好好供起来, 吓唬一下蒙古人, 或许还能激励士气, 也算是一种心理战术。 在张天刚的极力反对下, 此举最终还是作罢。 过了一阵, 巫古论先生再次请求面圣, 他装出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见到金哀宗也不跪拜, 只是巨傲的拱拱手, 扬言, 平道愿意出城, 当面游说打打主将。 实际上, 他是想趁机出逃。 金哀宗有些不耐烦, 问左右侍从, 这人到底什么来路? 当天值日的尚书省郎中, 伊拉克中, 原外郎王鄂悄悄禀告, 这就是当年勾引大掌公主的麻佩先生。 金哀宗勃然大怒, 当场下令将他拖出去, 找个没人的地方绞死。 351 11月23日, 又有一名下级军官石魔虎, 声称他有奇迹退敌。 在尚书省大堂上, 当着众多载质, 庭臣的面, 虎拿出一张手绘面具, 说是给战马套在头上用的。 面具看似狮子的脸孔, 但特别争獰丑恶。 接着, 他像变戏法式的, 一件一件亮出自己发明的特殊装具, 战马的护足和护尾, 都是麻布编织的, 图得漆黑。 虎儿一本正经的解释, 诸位大人, 达达唯一的屏障就是马, 要对付敌人, 先要对付敌人的战马。 我军卸用常规马队诱敌, 边战边退, 等敌军进入埋伏圈, 我派出几百匹训练好的战马, 穿上我射击的怪兽道具, 在驳梗上, 拴上大铃铛, 选状式骑程, 出其不意冲出来, 敌军战马一定会吓得乱蹦乱跳。 我军乘胜追击, 必定大获全胜。 战国时, 七国将军田丹用火牛阵大破燕军, 用的就是此侧。 众德将方案上报, 金哀宗转过头问张天刚, 你觉得如何? 张天刚苦笑说, 敌众我寡, 就算这次吓走了敌人, 难保不卷土重来。 我看, 这些小把戏不顶用, 浪费了功料和人力, 还让敌人瞧不起, 不值, 不值, 三百五十二。 看来, 金哀宗君臣并不昏溃, 无至于像靖康年间的汴京, 或真幼年间的南京那样, 竟出些昏招, 蠢招。 但是, 围城的形势依然无比严峻。 十二月四日, 蒙古军的工程器械打造完毕, 大声鼓噪, 升文于城内。 尽管蔡州周边水道纵横, 土质松软, 不便挖掘地道, 但是, 大批抛石机, 工程塔, 工程锤和云梯, 还是从西, 北两个方向向城墙逼近, 声势害人。 三百五十三。 七日, 蒙古军掘开了炼江的河堤, 引河水外流露出光秃秃的河床, 蔡州从此失去了西面的最大屏障。 三百五十四。 九日, 蒙古军将雾林踏糊土麾下的京军驱逐出了西墙外侧的蓝马墙。 京史, 记载, 这一天, 大员兵破外城。 三百五十五。 紧接着, 蒙古军集中大量抛石机和工程塔, 锤, 蒙攻城墙西南角。 京军拼死抵抗, 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 第二天, 蒙古军把进攻重心移到了西北角, 依然未能取得进展。 十一日, 东面城墙的防御长官倍数鲁楼市升任权参政, 率领嫡系部队, 充实城内的机动支援部队, 协助完颜仲德支援危及地段。 原副长官完颜成林, 接替他主持东面防御。 三百五十六。 十四日, 贝树鲁楼市带着麾下的五百名精锐突击队员, 趁夜色偷偷从西门前出。 他们事先将干草扎成捆, 淋上油脂, 制成火炬, 美人随身携带若干, 打算纵火焚毁蒙古军的营寨和攻城气险。 不料, 突击队前行不远, 就被城外的暗哨发现。 蒙古军在营外埋伏了几百张强母, 守株待兔。 楼市等人刚点燃火把, 还没来得及投掷, 弩箭就铺天盖地, 而致, 突击队员顿时死伤狼藉, 其中一箭射入楼市口中, 剁二尺, 流泻昏溃。 他被手下抢救回城后, 昏迷了一天一夜。 三百五十七。 这时候, 投降的京军士兵, 向蒙古人告密, 西门北侧的凤子楼, 内部结构脆弱, 且微露棱角, 是理想的炮轰目标。 16日, 蒙古军全力进攻西面, 炮兵部队集中大量抛石机, 瞄准西门城楼, 抛射出无数石块和萤火物。 果然, 没过多久, 凤子楼就在熊熊烈火中, 轰然倒塌, 一时间, 烟尘弥漫, 目屑横飞, 惨叫声此起彼伏, 近旁的守军顿时陷入混乱。 趁此机会, 数千蒙古军迅速冲过蓝马墙, 用铁锥扎入城墙土壁, 准备攀爬夺城。 京军回过神来, 打开西门, 大举出击。 两军混战于蓝马墙内外, 拼死肉搏, 手刃相持, 内外杀伤甚重。 日幕前, 蒙古军暂时后撤休整。 十七, 十八两日, 蒙古军昼夜不休, 轮番猛攻西面。 终于, 十八日, 西面城墙沦陷。 不过, 京军事先有所防备, 在被破坏的西城内侧, 他们用木栅修筑了一圈临时的半月城, 前方还挖掘了深深的壕沟。 蒙古军尽管登上了城墙, 一时难以突入城内, 只好先在城头搭建一些临时攻势。 三百五十八, 据说, 夺取西城后, 塔柴下令, 各部先不要冒进, 观望一下城内守军是否会自行崩溃。 京军抓紧这个空隙, 在临时城墙内外, 又添住了不少保楼, 硬炸。 由于储备的建材早就消耗一空, 街边院内大大小小的树木也砍得干干净净, 最后只好拆毁周边的民居。 目击者回忆, 从城墙边上一直到市中心, 四屋里的地界内, 迷惘萧然。 曾经人烟稠密的酒墨通渠, 只剩下一段一段的空墙, 游资物力不到。 三百五十九, 不管代价如何惨重, 西面城墙的形势暂时稳定了下来, 蒙古军成功守住了宽达一百余步的突破地段, 京军死死恶守蒙古军的进路, 双方南北相聚, 一时胜负难分。 十二月初以来, 负责进攻东, 南两面的南宋军队同样遭遇了激烈抵抗。 宋军先攻东面, 被树鲁楼市此时尚未调走, 他巧妙组织防御, 甚至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反击。 三百六十, 宋军在城下苦战了整整两天, 未能前进一步。 见到东面无懈可击, 孟拱只好将攻势转移到了南面。 三百六十一, 南面更是一块南肯的骨头, 因为有柴坛。 南门外的柴坛, 地势比南边的汝盒高出五六尺, 深不见底。 当地相传, 潭水幽黑, 底下潜伏着一条龙, 一遇惊扰, 便会腥风作浪。 当地人遇到旱灾, 就把水牛驱赶到潭中, 祭祀龙神, 称为脚潭, 往往奏效。 三百六十二, 京军大肆渲染散布柴坛的传说, 在南宋军队中引发了一定的畏惧心理。 一些来宫的南宋士兵, 踏上柴坛岸边搭建的木板低道, 透过木板的缝隙, 看到脚底下有黑的水面, 寒冬腊月居然也不风洞, 越看越觉得, 在水的深处仿佛真的盘踞, 游动着什么神秘莫测的生物, 腿不禁有些发软, 厮杀时, 嗓子里喊出的声音都不自觉弱了几分。 更难对付的是, 在柴坛外侧, 京军修筑了复杂的桥梁通道和防御工室, 柴坛楼。 在柴坛内侧, 正对着的城墙上, 京军将原有城楼加固, 层层安置巨型弩炮, 提供远程火力支援。 巨弩一发, 声响七力, 洞穿数人, 宋军十分忌惮, 京军还在城楼顶上装了一个绚烂夺目的金字, 仿佛在嘲讽和挑衅。 南面的防御长官巫蛊论狗, 自视柴坛之故, 起初全然不把南宋军队放在眼里。 没想到, 战斗刚一打响, 宋军抛时机发射的炮石, 遮天蔽日, 差点就把城楼击塌。 仲德帅应急对紧急持援, 才没有酿成灾难性后果。 363, 宋军在南面血战近日, 第一天就俘虏京军一百多名, 斩首三百余级, 逼柴坛立斩。 第二天, 宋军大举围攻, 柴坛楼。 孟拱一马当先, 抢灯柴坛楼, 诸军鱼罐上, 与金军在宫市各处展开贴身肉搏, 最终扫清了柴坛外围的金军。 驻守柴坛楼的五百三十七名金军残部, 全数沦为俘虏。 当天日暮, 孟拱下庆功宴, 靠牢有功将士。 九过三旬, 孟拱起身朗声说道, 各位壮士, 柴坛并非天险, 金字楼上的巨弩, 射程虽然远, 但是, 只要冲到城墙脚下, 就进入了射击死角。 如今, 南面城墙唯一的掩护, 就是柴坛了。 只要决堤排干潭水, 很快就能率先夺城。 下属提醒, 金军修筑的柴坛大堤颇为坚固, 一时半会难以绝开。 孟拱说, 所谓坚固, 那是两处低手。 两侧并非如此, 我们就从两侧动手。 三百六十四, 十二月七日, 就在蒙古军掘开炼江的几乎同时, 宋军也掘开了柴坛。 湍急的潭水奔流而出, 汇入南面地势低洼的汝河河道。 三百六十五, 宋军一拥而上, 投入事先准备好的大捆木柴和甘草, 越过柴坛, 高喊着冲击南门。 金军守军, 目睹转眼之间, 柴坛水面迅速收缩, 坛下也没有什么护国神龙, 一时惊慌失措。 此时, 霍西盟军达成重大突破, 塔查火速派遣名将张柔, 率领五十名拔都军, 赶死队, 前来支援。 他们也穿过柴坛, 抢灯南面城墙。 三百六十六, 不料, 张柔还没攀登到一半, 城头守军垂下铁钩, 勾住了他身边的两名士兵, 又勾住了张柔, 拼命往城上拖拽。 眼看盟友就要沦为俘虏, 梦拱连忙率领清兵赶来救援。 柴坛下方地势低矮, 梦拱等人纷纷拔出佩剑, 向铁钩上方的绳索砍去, 绳索应声而断。 梦拱大着胆子, 背对着城上火力, 抱着张柔撤了回来。 此时, 张柔全身已经中流史入位, 被射成了刺猬。 好在他冲锋陷阵时, 习惯披挂好几层铠甲, 否则, 日后在崖山之战中, 消灭南宋最后抵抗的元朝名将张红范, 就没有机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了。 367, 梦拱见一时难以登上城墙, 只好收兵撤回南岸。 第二天拂晓, 宋军准备在南门发动决定性一击, 但是, 他们借着微光往柴潭方向看了一眼, 顿时目瞪口呆。 原来, 头天夜里, 一场莫名其妙的冬雾, 浓郁的伸手不见五指, 忽然笼罩柴潭周边, 一夜之间, 潭水暴涨, 本来干涸的只剩一挖积水的水面, 居然再次扩大了许多。 368, 其实, 副掌后的柴潭, 很难再给宋军造成太大的阻碍, 但是, 目睹这个奇迹, 金军士气为之大振。 金埃宗宣布, 来年将举行盛大的典礼, 祭祀潭底的神龙, 并册封为护国陵英龙王。 369, 蔡州城能在联军的猛攻下, 坚守一个多月, 显然不是光靠天柱。 城内所有能动员的人力, 都已经分配到四面城墙, 参加防守, 赶逆一丁者, 全家触展, 临人矫醉。 在围城中, 男丁都上了前线, 身体健壮的妇女, 自古就要走上城头, 负责后勤工作, 莫子, 终称为丁女子。 为了不让敌人察觉守军减员严重, 蔡州城内的妇女, 统一身穿男子衣冠, 运输弹药粮草。 370, 完颜重德的妻子说, 刑事危急, 城破之日, 妇人怎能置身事外。 她带头动员高级官员的家眷, 单独组成一支军队, 专门运送史实, 照看伤病。 371, 围城期间, 金哀宗多次亲自登上城头巡视防务, 激励士气。 出行途中遇到军民, 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 劝慰。 后勤人员为守城将士熬制的肉汤, 金哀宗亲自品尝, 唯恐味道太淡。 从城头抬下来的伤兵, 她也下马仔细探问, 甚至亲手给他们的窗口敷药。 12月19日, 西面城墙沦陷后的第二天, 金哀宗将珍贵的御用器皿统搬出来, 分发给有工将士。 24日, 她见到逃生无望, 又下旨, 杀掉御马50匹, 关马150匹, 将马肉送给城头的将士食用, 补充体力。 这时候, 上旧内只剩下10匹御马, 城中大小官员, 只有仲德, 张天刚等四五名载职, 加上兜坛鸦勒跟仪士拉, 有资格骑乘马匹, 其他人等一概不行。 372, 自蔡州合围之后, 仲德没有回家休息过片刻。 她一直坚持在最前线存辅将士, 所有阵亡的将校军官, 仲德无不亲自吊咽, 哭之尽哀。 373, 受到了金哀宗君臣的感召, 蔡州城内军民感气, 人百其涌。 374, 军事咏跃, 誓死如归, 人以不得出战为溃。 375, 尽管士气不衰, 以一敌二的惨烈战斗造成的重大损失, 京军却无法承受。 据统计, 12月短短一个月, 先后在守城战斗中战末的高级军官, 就包括一名总帅, 三名元帅, 二名都尉, 至于总领, 提控以下, 不可胜计。 376, 五, 幽兰轩的烈火。 天兴三年, 1234年, 正月初一, 农历新年。 这一天, 蔡州那一圈处处残破的城墙, 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季节, 冬天和春天的分界线。 在城外, 气氛热烈, 如同暖春。 孟拱收到了宋礼宗特意从杭州发来的玉闸, 写满了嘉奖和勉励的话。 377, 南, 北两支大军, 在营中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活动, 正当会营, 鼓吹之声, 四网相接。 378, 蒙古人和南宋人, 就像在余温尚存的猎物尸体边, 提前庆祝丰收的两个猎手。 在城内, 冷寂如寒冬, 外援断绝, 饿瓢遍地。 城头的守城士兵, 只能忍饥挨饿, 遥望哀叹。 不久前, 落入宋军手中的俘虏透露, 围城内已经断粮三月, 安歼, 皮靴, 破骨, 统统煮烂吃光了, 又听任老弱, 互相残杀饱腹。 守城士兵每天的标准餐, 是用人和牛马的骨头拌着野菜, 煮烂了熬成西州, 作战不利的小队, 往往全队处斩, 鸾割死者的肉, 分发给其他士兵。 379, 对惊人来说, 天兴三年的元旦, 是以一箭令人无比绝望的事件结束的。 两个多月前, 蔡州围城向四面八方, 送出了最后的球员秘信。 信中苦苦哀求, 各地京军残部, 国用安, 眼王, 武仙, 恒山宫, 塞部, 徐州行省, 宛展, 陕西行省, 雾点, 西州行省, 陈, 影, 宿, 寿, 四个州官兵, 还有宝具山寨的各路义兵, 七以明年元旦, 到蔡州城下集合, 进行最后的会战。 元旦这天, 夜幕降临, 城内的守军抱着最后一丁点希望, 按照信中的约定, 在城池最高处, 燃起了明亮的赤红火炬, 作为总攻信号。 然而, 在这片蓝黑色苍穹的笼罩下, 除了凛冽的寒风, 吹得火炬, 琵琶作响, 远处偶尔飘来敌鹰的酒肉香味, 南枪北调, 猜拳行酒的喧嚣, 孤城四周的冬夜, 一片寂静, 并无任何其他的声响, 三百八十。 正月初五, 由于西面城墙的缺口, 牵制了大量守军, 其余地段的防御严重削弱, 金埃宗把宫中, 成印人全部派往东, 南, 北城墙的智蝶后方, 摄人, 排印和省部令时, 也临时充当起炮夫, 负责拉拽炮索, 皇帝自己身边, 只留下少数几名近视服侍。 三百八十一, 正月初九, 蒙古军在西城墙上开凿出五处通道, 从容不迫地冲入京军的木栅, 双方围绕这道临时城墙, 熬战了一整天。 日暮时分, 蒙古军才撤退, 临走前宣称来日复己。 三百八十二, 这天半夜, 城内文武官员刚刚就请, 忽然接到宫内的紧急传召。 他们走进金埃宗的行宫, 只见皇帝面色苍白憔悴, 但是镇静从容。 金埃宗表示, 城池旦夕难保, 万一有不测, 他现在就打算退位, 由东面城墙的防御长官完颜成林, 皇室叔叔, 入计大统。 成林仓促奉召赶来, 还披着全副甲咒, 他跪下大哭, 死活不肯答应。 金埃宗亲手捧着玉玺, 塞到成林手中, 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朕传位给你, 也是万般无奈之举。 朕如今体态臃肿, 一旦城池陷落, 乱军之中, 无法骑马驰骋。 你平时肃称, 能干, 又懂军事, 愿上天保佑你, 躲过这次劫难。 我大惊的国座, 不致传道朕就断绝, 列祖列宗不至于无人祭祀, 不得血食。 说话间, 远处的天空, 已经微露于堵白。 轩辉使温敦, 千东上阁门使仆散邪不失, 扶着成林的手, 引导他坐上御座。 道场的百官三贵九寇, 算是完成了新主的登基大典。 殿上的文武百官, 只有忠孝军元帅蔡芭不肯跪拜, 他生气的大吼, 是至于此, 有死而已。 安能更是异军户。 383。 金哀宗临危传位, 想给金国保留一线血脉, 只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 他觉得死亡并不可怕, 做王国的末代君主, 哪怕只是名义上的, 他死都不甘心。 这是金哀宗的最后一点尊严。 可悲, 可叹。 出南京, 清征前, 金哀宗就表示, 厌恶自己无罪王国, 官奴之变后, 他又表示, 自古无不王之国, 不死之主。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 西城外郭陷落, 金哀宗就做好了训国的准备, 他对近世倾诉, 我为金子十年, 太子十年, 仁主十年, 自知无大过额, 死无恨矣。 所恨者, 祖宗传作百年, 置我而绝, 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王国, 独此为戒戒尔。 过了一会, 他又自言自语, 古无不王之国, 王国之君, 往往为人求职, 或为福宪, 或辱于皆庭, 必知空谷, 朕必不至于此, 清等官知, 朕至决矣。 三百八十四, 不做轻衣行酒的敬怀帝, 不做饿死台诚的梁武帝, 不做校服拜庙的昏德公, 宋徽宗, 众昏侯, 宋清宗, 这几乎成了金哀宗的一种执念或任性, 挥之不去。 西城县落后, 金哀宗就给自己准备了最后的归宿, 这是蔡州同志衙门后援的一所小竹屋, 环境清幽, 名字也很别致, 叫做幽兰轩。 金哀宗将随身用品和信息放入小屋中, 命人在竹屋周围堆积干草, 柴火, 木炭, 下令死便活我。 三百八十五, 正月十日扶晓, 金哀宗传位给成林后, 在静氏护送下, 平静地走入小屋, 合上木门, 悬梁自艺。 成林得知金哀宗驾崩, 帅领百官在小竹屋外罗拜好气。 成林回过头对群臣说, 先帝在位十年, 勤俭宽人, 屠妇就业, 有志不救, 为时可哀, 不如示号为哀吧。 后来, 中元汉族氏大夫认为, 哀字不足以概括他的一生, 于是以左传国君死设计的义, 改式为义宗。 金哀宗身边的侍臣, 草泽的文士, 后世的史家, 都对他多有同情和褒养, 不管是可爱, 还是就义。 一个十年如一日, 无比尽责地履行了末代皇帝这个角色的人, 终于能够卸下这副千军重担。 史家遥从无用三句话概括哀宗的一生, 某晚威局仍如首便力战殉国。 这是非常重肯的评价。 386, 金哀宗自以后不久, 他身边仅剩的几名近士, 权点简完颜协裂, 成玉使展士, 近士局大使娇春和, 内士局垫头宋规, 纷纷自杀。 协裂临死前, 叮嘱将山, 就是当初宽纵鸡鸣出城, 而遭到仗责的那名凤裕, 点火, 执行圣主遗诏。 煞时间, 火焰就吞没了幽兰轩。 387, 正月十日, 黎明时分, 就在城内新旧君主更替的那一刻, 蒙古军也尽全力, 发起了最后的攻势。 完颜仲德从其他三面城墙, 抽调出全部得力人手, 编成一千金锐, 在西门附近与蒙古军展开死斗, 寸步不让。 火光, 浓烟, 箭雨, 冰刃的碰撞声, 令人头晕目眩。 各种语言和方言的呐喊声, 呻吟声, 此起彼伏。 蒙古军和金军从卯时, 五六点钟, 一直苦战到四时, 上午九点多, 388。 就在此时, 金军后方有人惊呼, 快看南城上, 宋军齐志。 再回头一望, 紫城的上空也冒起了一股浓浓的黑烟, 那是幽兰轩。 原来, 这天清早, 孟拱按照约定, 率领宋军翘无声息地逼近蔡州南门, 在金字炮楼下, 搭好了云梯。 趁金军的注意力, 被西边的血栈吸引, 三声积月的大鼓声响起, 宋军突击队迅速冲上云梯, 抢灯城墙。 根据南宋功劳部的记载, 第一个冒死将旗帜插上城头的士兵, 名叫马义, 紧跟马义登上城墙的士兵叫赵荣。 在二人身后, 以孟拱为首的一万名宋军, 高喊着, 杀, 如潮水般涌入城内。 看到盟军还在西面城墙苦战, 孟拱赶紧派人打开正西门, 放下吊桥, 召唤塔茬的蒙古军入城。 389, 外城彻底沦陷的时刻, 成林刚刚走出行宫, 正在部署防御, 只听四面鼓噪加工, 升震天地。 390, 在如此绝望的处境下, 京军居然没有总崩溃的迹象, 而是同盟宋联军在城内各处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有人描述, 乍巴尔静, 则附护, 短兵盾, 则张空拳, 肉搏骨病, 自裂齿碎。 391, 镇武时分, 完颜众得清楚, 抵抗已经到了尽头。 他将手中被鲜血染红的剑插入地里, 转过头对身边幸存的将士说, 无军已崩, 无何以战危, 无不能死于乱兵之手, 无腹如水, 从无军已, 诸军其善为继。 官兵纷纷互相勉励, 相攻能死, 无被毒不能掖。 五百多人集体跳入辱河自尽, 其中包括两位参政倍数鲁楼士, 物灵踏糊涂, 总帅袁智, 以及三名元帅王山, 割石裂百兽, 巫蛊论还端。 392, 宋军攻占南门之时, 俘虏了首域长官巫蛊论稿, 后来, 宋人将他压制西州城下, 令他招降守军, 巫蛊论稿不肯屈从, 最终被杀。 393, 参政张天刚也被宋军俘虏, 前面说过, 他被押送到临安后, 当着知府薛琼的面, 毫不畏缩, 我金之王, 比辱二帝何如? 宋礼宗听到臣子转座这番话, 亲自召见张天刚。 宋礼宗问他, 天刚真不畏死焉。 张天刚回答, 大丈夫患死之不忠杰尔, 何谓之有? 后来不知下落。 394, 紫城陷落后, 不得已成为末代皇帝的成灵, 也死于乱军之中。 他始终身穿连月来在东面城墙上, 血战时的那套盔甲, 十无片刻黄袍加身。 午后, 猛, 宋两军在幽兰宣前会师。 此时, 小竹屋早已化为了一堆焦黑的灰烬, 唯有星星残火在忽明忽暗闪着, 几缕青烟, 缓缓升上阴沉沉的天空。 395, 灰烬前, 孤零零跪着一个人, 降山。 蒙古军官有些讶异, 你是何人, 为何不跟着别人逃走? 降山说, 我等着收拾我家皇帝的遗骨。 军官大笑, 你自己的小命尚不能保, 还有闲心替他收尸? 降山昂首回答, 你敬忠你的君主, 我敬忠我的君主。 先帝在位十余年, 忠心大业未成而身先死, 我不忍看到他尸骸暴露, 被草草葬进万人坑里。 等我办成了这件事, 就算千刀万剐, 我也甘心。 塔查尔得知此事, 连称这是其男子。 尽管他已经同梦拱约好, 中分金哀宗的骨骸, 396, 还是允许降山收拾了几撮废墟中央的灰烬, 用破布包裹好, 再如何岸边为金哀宗立了一座无名坟墓? 397, 有记载说, 正月十日, 也就是蔡周陷落这天, 日大赤, 无光, 金所间, 鱼血十余礼。 398, 上一年, 金哀宗的御用术士武抗御言, 蔡成有兵丧之兆, 三军苦战于西园, 西城墙, 前后有日矣, 城必轻颓, 内无限量, 外无英兵, 君臣数尽之年也。 他还预言, 明年正月十三日, 城下无一人一起矣, 三百九十九, 天兴三年, 一千二百三十四年, 正月十三日, 蔡周陷落后的第三天, 蒙古, 南宋的两支大军, 大清早就彻影启程, 一南一北, 分道扬镳。 蔡周城下, 居然真的再无一人一起, 张柔将军和他的救命恩人孟拱将军, 在城门口脱下头盔, 握手, 举起马鞭道别, 二人未必料得道, 下次在河南战场上邂逅, 他们将是你死我活的仇敌。 伟生, 又见黄河渡, 天兴三年, 一千二百三十四年, 正月过后, 大清国连同他的皇帝, 将帅, 官僚机构和暴力机器, 就从东亚世界消失了。 从一千二百一十一年蒙古南下, 到一千二百三十四年蔡周陷落, 二十三年, 看似短暂, 可对于生活在经国版图上的八四一三一三六个家庭, 五三五三二一五一位居民来说, 四百, 他们身受的剧烈而恐怖的冲击, 远远强于一场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 比如超级地震, 或者超级瘟疫。 皈依全真教的金墨诗人王元翠, 有一首避难诗, 诗中哀叹, 嗷嗷二十载, 何时见生平? 我生殖试乱, 试乱难为生。 四百零一, 这大概是那个年代所有人共同的新生。 天崩地县, 人伦巨变, 神舟路沉。 这一切结束后, 成千上万的人, 从围城中, 从废墟中, 从山寨中, 从囚牢中, 从地穴中, 从五花八门的藏身处, 缓缓走到阳光下, 发现他们曾经熟悉的那个世界, 早已不复存在。 沙翁将海难的幸存者, 形容为被大海吞噬, 又被吐出, All were sea swallowed, 都 some cast again, 的人。 四百零二, 他们正是这样的信任。 毕竟, 有太多的人, 已经没有机会, 再看一眼, 这个惨破的世界了。 其实, 就在三支大军还在如水岸边, 围绕着一座小小的土城敖战的时候, 甚至就在裴都南京开封城投降后不久, 幸存下来的金朝子民, 就已经开始重新整顿他们的生活。 文化精英们忙于重新构建各种关系网络和互助圈子, 保存关于家族、 王朝和文化的各种记忆。 更多的普通人, 他们亟待恢复一种相对正常的生计。 真幼年间, 河硕动荡, 金朝举国南迁。 当年, 无数人扶老挟幼, 渡过黄河, 穿过那段痛苦揪心的逃难之路, 艰难地在河南安顿下来。 如今, 南京和蔡州先后沦陷, 他们不得不草草收拾行装, 再度北上。 许多人是主动北上避难, 战火从大河以北, 延烧到大河以南, 饥荒, 瘟疫, 盗匪处处肆掠。 他们临时的家园, 早就沦为蒙古, 京, 南宋, 以及无数或合法或非法的地方势力混战的修罗场。 更多的人是被迫北上, 特别是蒙古军强制迁徙的大量人口。 据说, 丹丹史天泽义军就招降了河南老幼十万余口, 武装护送北渡。 金泰和七年, 1207年, 开封府有30万户, 150多万人口。 可到了仁子年, 1252年, 蒙哥汉二年, 整个汴梁路, 开封府的扩大版, 仅有12万户, 60多万人口, 远远没有达到蒙幼南渡, 1214年前的水平。 403, 换句话说, 金国灭亡之际, 因为战火, 极易和流洗, 蒙幼南迁到河南的数百万北中国居民, 竟完全从此地消失。 蒙幼南渡, 仁臣北渡, 这两大事件注定深深烙印, 在那个年代, 每一个个体和家族的历史记忆中。 404, 难民们返回北方的故里, 只会发现家园早已不读人飞雾一飞。 405, 但是, 即便要走到这一步, 他们还需要克服千难万险。 当年南下途中, 好不容易脱身的鬼门关黄河渡口, 如今又出现在眼前。 大河上下, 渡口游存。 昔日, 提灵常畅的扫兵, 冷漠贪婪的京朝稽察官, 却已是过眼云烟。 如今把守这些黄河渡口的, 是另一群人。 其中, 有地方豪强, 割据军阀委任的各色和渡官和巡检, 也有蒙古人设置的搜检关卡, 均相当于官府撑腰的剪禁强盗。 渡口两旁, 还有一些全副武装的军队, 正瞪大眼睛, 严厉审视着拥挤在渡口希望过河的难民。 由于蒙古军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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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李志远道号吴玉子,南京陷落时,他是城内一座全真道观,丹阳观的住持。 李志远在全真郊的中南山祖庭大崇阳万寿宫407,拜七真之一马玉的弟子必须真人扬明真为师,后来又得到秋处级高徒,动真子于善庆的推荐到南京住持丹阳观。 催历兵变,肃不抬入城后,城内一片混乱。 李志远和几位道友,砸在难民队伍里北上,他们走到极限附近,发现这里的渡口,袁京朝的顺天桥,已被封锁,守卫贪得无厌,不给贿赂绝不放行。 乌泱泱的难民积压在黄河岸边,哭喊声震天。 连日来,在风雪中冻死,饿死,想尽办法浮渡到河中央,却遭遇风浪溺死的人,数以万计。 李志远等人怂恿于善庆上前,同河渡守卫理论,以英智开育,求他们高抬贵手,放难民过河,大大积攒英德。 明报就算不在此生,也会择己子孙。 几位全真仙师,把嘴皮子都磨破了,守卫才勉强同意放行。 目睹此情此景,心怀悲悯的李道士没有继续北上,孤身一人留了下来。 不久,他在渡口北面不远的座城,经河南沿津际,附近,密得一片荒地,建了一所灵虚道观,专心劝唤那些贪残狠利的河渡守卫。 408。 此时,祖籍林璋,经河北邯郸,的王正,也拖着老父亲和少数戏软,焦急地站在推桑喊叫的难民队伍中等待渡河。 真有难度时,王傅带着王正,把家搬到了陈州的巷城,经河南州口。 那时,河南破碍,名不聊生,王家居然颇有福财,在当地买田置业,重新组建了一个小康之家。 南京陷落,河南州县以无片瓦之地足弓安身。 王正尽散家财,过了两辆马车,载着父母和几位老弱相亲,自己扶着妻子徒步跟着车队,一路北上。 到了黄河渡口,河渡守卫不由分说,强行抢走了他家的马车。 一行人只好彼此扶持,艰难跋涉二百多里,回到了老家林章。 王正的母亲经不起沿途颠簸,半路上就去世了。 当时,他们急于躲避冰灾,只好暂时将王母的遗体安置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村落里。 王正牢牢记住了村落的名字和周边的地貌。 指天发誓,正他日若不死,必当取母还以归葬。 多年后,王正真的实现了这个誓言。 四百零九,祖籍泽州,经山西进城,得申继贤一族,也在甄幼南渡时迁往河南。 南京沦陷后,申继贤的父亲同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在难民队伍中走失。 申老爹踏遍了千里荆棘之地,百般搜寻,却依然找不到亲人的踪迹,日夜好哭。 或许申老爹的志诚感动了上天。 有一天,他结识了一个崔姓道士,二人聊起来,发现彼此是同乡,老家都在泽州。 虽然不抱太大希望,申老爹还是把自己父母,哥哥的年甲和姓氏详细告诉了崔道士, 托他云游四方之计,顺便寻访。 不料,过了几年,崔道人居然领着一个年轻人回来了。 这是申老爹大哥的儿子,名叫天兮。 崔道人高兴地告诉身父, 你家老大人也健在,可以前去团聚了。 四百一十,不懈寻觅在离乱之中失散的亲人,不只有身家, 却不是所有家庭都如身家一般幸运。 祖籍太原的石子环,是袁浩问的好友, 他和老父亲也在南京陷落后失散。 渡过黄河后,石子环周流数万里, 历溜七十城,跋山涉水,风雪无阻, 恶体动夫而不顾,前口睾长而不絮,穷天地之所负载。 继日月之所赵灵,花了整整五十年的时间寻找父亲。 他对朋友说,我已经快七十岁了, 但是,这个心愿未了,死不瞑目。 四百一十一, 除了满世界寻找失散家人的人, 大乱府定后, 元经朝的文化精英, 比如杨焕, 元浩问, 刘奇, 王厄等人, 也有更多的机会重访燕京、中都、汴京、南京、 蔡州这些曾经的围城之地。 今王后四年, 在耶律储才的推动下, 大蒙古国在中原地区举行了一次准科举考试, 设词赋、 经义、 论三科, 史称误须选试。 这次选试, 取众如是四千多人, 然而黛玉却没有赞花游城, 取将赐宴, 仅免于沦为蒙古军人的奴隶罢了。 不过, 53岁的杨焕老夫子两中复论第一, 耶律储才, 历见他出任河南路征收客税所长官间联防使。 第二年, 杨焕巡查至汴京, 当地官员在故宫长生殿设宴招待。 他趁机考察了金宫殿遗址, 写成一篇《汴故宫记》。 四百一十二, 蔡州陷落后, 王厄被蒙古军俘虏, 一名军士用锁链绑着他和另外九人, 准备处决。 幸运的是, 一行人半路遇到了张柔。 张柔觉得王厄气宇不凡, 将他救下, 带回了宝州。 后来, 王厄成为元氏祖呼碧列的文学侍从, 呼碧列的即位诏书, 建元诏书都出自他的手笔。 王厄曾专程向呼碧列告假, 来到汝河岸边, 希望祭拜一下雇主经哀宗的墓。 到了岸边, 他才得知, 墓穴早已沉入河底, 大哭而还。 413, 金王后, 元浩问在蒙古统治下, 又生活了24个年头。 在此期间, 他搜集了经朝百年的诗人作品, 绘编成《中周集》, 给前朝的历史记录了百余万字的材料。 他更写下了数亿千计的诗作, 其中有不少是专为金谷都燕金, 便经创作的怀旧名篇。 然而, 在笔者看来, 这些作品似乎都不如黑泽民电影《蜘蛛潮城》, 片头的哀歌更适合作为本书的结语, 看那充满欲念的古城遗址, 有魂野鬼仍然徘徊不散, 人的欲望, 就如惨烈的战场, 不论古今, 都永不变改。 注解 一, 董学李转修, 康熙, 玉州志, 乾隆五年补刊本, 卷一。 二, 新定三年, 一千二百一十九年, 十二月, 树虎高齐因缩使奴仆杀弃事案发, 被金宣宗戒使诛杀。 三,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经国制孝正, 第三百六十杠三百六十一页。 四, 金室, 哀宗本纪。 五, 刘齐, 归前至, 第七十八页。 六, 金室, 兵制。 七, 金室, 赤斩和喜传。 八, 金室, 百官至, 王厄, 汝南一世。 九, 袁浩问, 赠镇南军节度使梁左碑。 十, 金室, 菩查官奴传。 十一, 金室, 菩查官奴传。 十二, 刘亦清传。 王瑞来教监, 前堂一世教监考原, 第230-231页。 十三, 袁史, 石抹被迪传。 十四, 金室, 兵制。 十五, 袁浩问, 赠镇南军节度使梁左碑。 十六, 关于完颜臣和尚的事迹, 见袁浩问, 赠镇南军节度使梁左碑, 金室, 完颜一传。 十七, 金室, 王沃传。 十八, 鹿板及鹿布, 一种对外公布的军旅文书, 多为捷报。 此为北魏孝文帝形容附勇之语。 十九, 三翠庚, 是一道三样荤菜或素菜制成的庚。 除了定奴, 其他人混号的得名原由均有明确记载。 二十, 刘奇, 龟前至, 第六十四页。 二十一, 京中都也有, 龙京桥, 也在外城与皇城之间, 英式仿自北宋汴京。 建范城大, 揽佩陆。 二十二, 袁浩问, 雷西岩慕名。 二十三, 京史, 兵治。 二十四, 京史, 哀宗本纪。 二十五, 沃复一鸣, 参见时间军, 沃复考树。 二十六, 参见时间军, 一二七至一二三一年, 蒙京官和争夺战初探。 二十七, 京史, 兵治。 二十八, 周景柱等转修, 乾隆, 蒲州府治, 卷一。 二十九, 故祖语, 独史方渝纪要, 第四册, 第1888至1890页。 三十, 京史, 完颜博家传。 三十一, 京史, 完颜鹅可传。 三十二, 京史, 须顶传。 三十三, 京史, 冯碧传作, 阿虎代, 女真语为, 阿佑代, 亦为长子。 三十四, 诗句出自袁浩问, 中州籍, 赵元, 所收, 修成去。 袁氏描述的是, 真幼初年新州, 经山西新州, 遭蒙古军攻陷后, 京军大兴土木修复城池之势, 非和中城。 三十五, 京史, 完颜鹅可传。 三十六, 调山指中调山。 三十七, 袁浩问边, 中州籍, 张居。 三十八, 京史, 完颜伯家传。 三十九, 元史, 穆华黎传。 四十, 京史, 侯小书传。 四十一, 元史, 石天映传。 四十二, 京史, 侯小书传。 四十三, 京史, 陈归传。 四十四, 元史, 太宗本纪。 四十五, 京史, 完颜鹅可传。 四十六, 古希腊马其顿军队的工程塔, 有高达四十米者。 军事手册也描述过五十多米高的大型工程塔。 不过, 中世纪西欧十字军的工程塔, 高度超过二十米就堪称巨型。 参见Jeffrey Hindley, Medieval Sieges, Siegecraft, PP, 85-86。 四十七, 元史, 李守贤传。 四十八, 边向转修, 嘉靖, 浦州志, 卷一。 四十九, 元史, 塔斯传。 五十, 元昊问, 蓄仪监制。 第二也, 又参见, 京史, 康熙传。 京史, 李献能传。 五十一, 李献能死于天兴元年, 1232年, 十一月, 元帅赵伟, 赵三三, 在陕州发动的兵变, 行省长官以下, 共二十一名官员集体罹难。 见, 京史, 哀宗本纪。 五十二, 关于蒙古大汉的, 京杖, 参见, 伯朗嘉宾蒙古行迹。 五十三, 伊朗, 智废尼柱, 和高纪役, 世界征服者史, 第226-227页。 五十四, 波斯, 拉施特, 史籍, 第二卷, 第28-30页。 五十五, 政大八九年的蒙古三陆宫金战役, 参见陈高华, 说蒙古灭金的三丰山战役, 朱陵陵, 蒙金三丰山之战, 及其禁军路线, 时间军, 蒙金三丰山之战, 兴探。 以下各节的讲述, 吸收了上述研究的考证成果, 也有一些不同于这些研究之处, 必要时在正文和注释中, 做了简要说明。 五十六, 三军大学编著,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十三册, 第227页。 五十七, 元史, 太祖本纪。 五十八, 元史, 瑞宗传。 五十九, 金史, 树甲托鲁徽传。 六十, 金史, 杜石生传。 六十一, 金史, 完颜和达传。 六十二, 法, 若米尼著, 刘聪, 原建义, 战争艺术概论, 第76-81页。 法文版件, Antoine Henry Barron de Jomany, Pre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1830。 PP, 80-87。 六十三, 刘棋, 归前置, 第121页。 六十四, 金史, 白华传。 六十五, 金史, 哀宗本纪, 金史, 白华传。 六十六, 波斯, 拉施特, 史集, 第二卷, 第五纲六页。 六十七, 陈高华, 说蒙古灭金的三丰山战役。 六十八, 金史, 白华传。 金史, 伊拉普阿传。 六十九, 波斯, 拉施特, 史集, 第二卷, 第三十四页。 七十, 口温不花是, 成吉思汉一亩地别离古台之子, 暗赤台, 是成吉思汉同亩地和赤温之子。 七十一, 原始, 速歌传。 七十二, 正大九年正月改元开兴, 四月再改元天兴, 借与战局的突然转折有极大关系。 七十三, 刘奇, 归前至, 第一百页。 七十四, 金史, 哀宗本纪, 金史, 斥展和喜传。 七十五, 朱玲玲, 蒙京三丰山之战及其进军路线。 七十六, 刘奇, 归前至, 第一二二页。 伊拉普阿此前任书密复史, 故言复书。 七十七, 金史, 古离甲石轮传。 七十八, 金史, 伊拉普阿传。 七十九, 金史, 伊拉普阿传。 波斯, 拉施特, 史集, 第二卷, 第三十五页。 八十, 金史, 伊拉普阿传。 八十一, 波斯, 拉施特, 史集, 第二卷, 第三十六页。 八十二, 金史, 伊拉普阿传。 八十三, 金史, 完颜河达传。 八十四, 金史, 伊拉普阿传。 八十五, 金史, 完颜河达传。 朱玲玲, 蒙京三丰山之战及其进军路线, 提出, 托雷军率先取到三丫路北上, 又派遣另外一支部队残破碧阳, 方程, 湘城沿线, 继而合达, 普阿统帅的金军主力也取到三丫路随蒙古军北上。 这一考证似乎有误, 难以解释, 完颜河达传的记载, 碧阳, 南阳, 方程, 湘, 夹至金珠县皆破, 所有几具焚毁无余。 金军由邓而东, 无所扬己, 乃并山入扬敌。 并山入扬敌, 就是说, 抄三丫路入军州, 即, 史集, 记载的他们便向右面持去。 由南往北, 三丫路及左侧穿过扶牛鱼脉的山路, 方程沿线则是右侧的平路。 86, 故祖语, 独史方鱼记要, 第四册, 第2193页。 87, 胡阿祥, 兵家必争之地, 第180页。 88, 金史, 杨沃远传。 89, 金史, 伊拉普阿传。 90, 元史, 瑞宗传。 91, 元史, 瑞宗传。 92, 15日的战斗, 参见时间军, 蒙京三丰山之战, 星探。 93, 波斯, 拉施特, 史集, 第二卷, 第36-37页, 元史, 瑞宗传。 94, 许全胜教著, 黑达试略教著, 第156页。 95, 朱毅, 伊绝聊杂技。 96, 徐梦申传, 三朝北蒙汇编, 卷69。 97, 波斯, 拉施特, 史集, 第二卷, 第37页, 元史, 塔斯传。 98, 金史, 伊拉普阿传, 元史, 瑞宗传。 99, 金史, 伊拉普阿传。 100, 金史, 杨沃远传。 101, 元昊问, 赠镇南军节度史, 梁佐碑。 102, 金史, 完颜夷传。 103, 金史, 伊拉普阿传。 104, 金史, 撒河辩传。 105, 金史, 完颜河达传。 106, 见金史, 海陵树人本纪, 张帝, 郑龙世纪纪等。 107, 关于京代南京的行制, 参见丹远牧, 金代的开封, 王岑渝, 金代的开封城, 刘春莹, 金代汴京, 开封, 城布局出探。 108, 楼耀, 北行日路, 赵永春集住, 奉使辽金行程路, 第368-369页。 109, 刘琪, 归前至, 第68页。 110, 刘亦安, 大梁守成继监正, 第61-63页。 111, 陈规, 靖康朝野千言后续。 112, 金矢, 完颜赛不转。 113, 金矢, 宣宗本纪。 114, 关于墨家的十二宫及对应的防守, 参见, 英, 李约瑟, 家, 斜山柱, 钟少艺等艺,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五卷第六分册, 军事技术, 抛射武器和攻守成技术, 第331-379页。 115, 参见, 德, 傅海波, 中世纪中国的攻城与守成, 美, 弗兰克, A基尔曼, 费正轻注, 门洪华等一, 中国的战争行为, 第149-190页。 关于宋元时期的城池攻守, 可简要参见, 曾公量等转, 陈建中, 黄明珍点教, 五经总要, 前集卷十二, 守成, 第172-207页。 116-兆万年, 襄阳守成路, 117-原始, 鞍木海传, 118-原始, 兵制, 119-兆万年, 襄阳守成路, 120-英, 李约瑟, 加, 斜山柱, 中少义等义,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五卷第六分册, 军事技术, 抛射武器和攻守成技术, 第158-189页。 121-Jeffrey Hindley, Medieval Sieges, Siegecraft, P-46, 122-高历史, 普希传, 高历史, 金庆孙传, 123-成规, 守成基要, 6-4-Lidelhart, Grathierfeuer, P-Ruwa, 125-原始, 瑞宗传, 6-26-Lidelhart, Grathierfeuer, P-29, 127-元朝秘史, 第272节, 史集, 第二卷, 第37页, 128-元史, 瑞宗传, 129-陆俊岭和高继, 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 130-刘奇, 归前至, 第122页, 131-金史, 赵炳文传, 记载, 开心元年, 1232年, 正月, 赵炳文起草社文, 三月, 草, 开心改元照, 但开心改元在正月19日, 天心改元在4月甲子, 14日, 元昊文为赵炳文所作, 穆志明和种州集, 小传, 均未提到, 三月还有起草, 开心改元照, 本传或将两世错记为仪式, 经不取, 132-墨子, 杂首篇, 133-金史, 哀宗本记, 金史, 完颜百洒传, 134-刘海年, 战国七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 135-墨子, 被城门偏, 136-吕坤, 救命书, 137-墨子, 号令偏, 138-刘海年, 战国七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 139-范城大, 揽佩路, 赵永春集住, 奉使辽金行成路, 第392页, 140-金史, 五行至, 141-金史, 哀宗本记, 142-金史, 哀宗本记, 金史, 完颜熟传, 143-刘奇, 归前至, 第123页, 144-金史, 赤展和喜传, 145-金史, 中义传, 金史, 哀宗本记, 记载, 两人入城的日期是3月以4, 30日, 146-博斯, 拉施特, 史集, 第二卷, 第40页, 147-刘奇, 归前至, 第123页, 148-王志远, 开喜得安守成路, 南宋一方的记载宣称, 城内炮手与这名金军炮手展开了对轰, 激烈交战几个回合后, 终于击毙了这名炮手, 649-Jeffrey Hindley, Medieval Sieges, Siegecraft, P, 所十三, 150-赵万年, 襄阳守成路, 151-金史, 赤展和喜传, 152-刘奇, 归前至, 第123页, 153-金史, 赤展和喜传, 154-刘奇, 归前至, 第69页, 155-金史, 赤展和喜传, 156-金史, 菩查官奴传, 157-刘奇, 归前至, 第123页, 158-金史, 哀宗本纪, 元帅刘义赤其子战死, 159-元史, 张柔传, 元昊问, 顺天万户张公勋得第二杯, 160-金史, 完颜百洒传, 161-金史, 赤展和喜传, 162-金史, 哀宗本纪, 金史, 赤展和喜传, 163-刘奇, 归前至, 第124页, 164-新约, 约翰启示录, 提到, 末日封印揭开之时, 先后出现四位骑着不同颜色战马的骑士, 白马骑士, 红马骑士分别象征征服和战争, 黑马骑士守之天平, 象征饥荒导致梁架飞涨, 灰马骑士象征瘟疫或者死亡, 165-金史, 哀宗本纪, 166-刘奇, 归前至, 第124页, 167-参见李中林, 福奎, 1232年金末便经大意叹息, 王兴光, 郑延武, 也论金末便经大意的诱因与性质, 168-李稿, 卖绝执掌病史图说, 169-金史, 五行制, 170-金史, 哀宗本纪, 171-李稿, 内外商变货论, 172-金史, 哀宗本纪, 173-宇文茂昭传, 催文印校正, 大经国制校正, 第363页, 174-刘奇, 归前至, 第124页, 175-刘奇, 归前至, 第124页, 原始, 唐庆传, 176-这一对立概念, 参见伊朗, 智废尼柱, 和高纪役, 世界征服者史, 第226页, 177-金史, 哀宗本纪, 178-金史, 斥展和喜传, 金史, 哀宗本纪, 记载, 当年润9月12日, 15日, 还发生了两次书奸臣姓名, 涉入宫中的事件, 但与和喜传的时间, 似乎不合, 未审是否为同一事件, 179-金史, 完颜百洒传, 180-关于两轮扩诉, 参见, 金史, 哀宗本纪, 金史, 邪卯爱识传, 刘奇, 归前至, 第125页, 181-金史, 哀宗本纪, 182-金史, 完颜百洒传, 183-金史, 完颜奴身传, 184-金史, 哀宗本纪, 185-刘奇, 归前至, 第126页, 186-金史, 石抹是传, 187-金史, 哀宗本纪, 金史, 完颜众德传, 刘奇, 归前至, 第61页, 188-金史, 完颜众德传, 又见摇碎, 拱昌禄同之总管辅士, 理工神道悲鸣, 传主礼节, 为完颜众德旧部, 189-金史, 白华传, 190-金史, 完颜众德传, 191-金史, 石斩女卤欢传, 192-金史, 白华传, 193-金史, 完颜众德传, 原始, 宿布台传, 原始, 张柔传, 194-金史, 完颜众德传, 195-原始, 撒吉斯捕华传, 196-蒲成为长元古称, 据, 金史, 地理制, 长元县原属开封府, 太和年间因为县河不变, 改立河北大明府路开州, 可见, 长元县志因在黄河以北, 中国历史地图级的, 金南京路, 部分将之会在黄河以南, 可能有误, 197-金史, 完颜百洒传, 据, 金史, 本传, 此时仲德式, 上书省幼城间, 疏密复史, 非参之正事, 198-原始, 史天泽传, 199-原始, 查拉传, 200-金史, 哀宗本纪, 金史, 完颜百洒传, 201-刘奇, 归前至, 第137页, 202-金史, 白华传, 白华后来投奔南宋, 金王后回到北方, 不知所终, 203-金史, 哀宗本纪, 204-姚岁, 把张孟清所藏紫阳, 杨先生末纪, 205-金史, 后非传, 206-金史, 完颜奴身传, 207-刘奇, 归前至, 第138页, 208-刘奇, 归前至, 第126页, 金史, 完颜奴身传, 209-王韵, 大元顾蒙宣先生, 填公墓之名, 210-金宣宗的淑妃, 原妃, 是一对姐妹, 姓王, 中度人, 姐姐淑妃升经哀宗首续, 哀宗即位后, 尊为慈圣公皇太后, 死后是为明慧皇后, 妹妹原妃在真幼二年, 1214年, 得立为皇后, 赐姓温敦氏, 因为无子, 抱养金哀宗为己子, 哀宗即位后, 尊为仁圣公皇太后, 人圣, 慈圣太后原合称两宫, 不过, 正达八年, 1231年, 9月, 慈圣太后先世, 此后的两宫, 当指人圣太后和图丹皇后, 211, 金矢, 图丹四喜传, 212, 金矢, 完颜奴身传, 213, 刘琪, 归前至, 第126页, 214, 刘琪, 归前至, 第127页, 215, 金矢, 完颜奴身传, 216, 金矢, 图丹四喜传, 217, 秋摄, 是古代秋季祭祀土神之日, 一般定在历秋后的第五个雾日, 218, 金矢, 中义传, 219, 刘琪, 归前至, 第60页, 220, 金矢, 催吏伽传, 221, 刘琪, 归前至, 第128页, 刘琪形容清早的天气, 是大音会, 俄语座, 222, 刘琪形容上午的天气是呼音与开季, 日光灿然, 223, 金矢, 哀宗本纪, 金矢, 邪卯爱识传, 224, 金矢, 催吏伽传, 金矢, 哀宗本纪, 刘琪, 归前至, 第129页, 各记载颇有出入, 225, 刘琪, 归前至, 第70页, 第129页, 226, 金矢, 催吏伽传, 227, 王运, 王氏家传, 228, 金矢, 催吏伽传, 229, 金矢, 扑察奇传, 230, 金矢, 烈女传, 231, 袁浩问, 聂孝女慕名, 又见, 金矢, 烈女传, 232, 金矢, 巫古孙奴身传, 233, 金矢, 烈女传, 234, 金矢, 催吏伽传, 235, 金矢, 哀宗本纪, 金矢, 催吏伽传, 236, 刘琪, 归前至, 第130页, 237, 指英王, 后封金王, 守纯, 238, 指长期遭到禁锢的稿吏, 王永忠, 魏绍王永继两家族, 禁锢期间, 两家长女关南, 接不得婚嫁, 239, 东室, 是汉代长安的刑场, 指代行刑之所, 240, 当时传言, 南京开封城内有近200万人, 外城周长有80里, 并不属实, 241, 原始, 耶律储才传, 宋子珍, 中书令耶律功神道碑, 242, 刘英, 中顺大夫张德鲁总管魂园孙公先淫碑名, 姚岁, 郑龙刚先生晚失序, 243, 刘齐, 归前至, 第130页, 244, 王运, 王氏家传, 245, 胡志玉, 德兴燕京太原人将达鲁花赤王公神道碑, 246, 刘齐, 归前至, 第130页, 247, 刘齐, 归前至, 第130页, 248, 袁浩问, 旭小娘歌十首, 249, 邹申之, 十北日路, 250, 袁浩问, 内汉王公目表, 251, 刘齐, 归前至, 第131页, 252, 陶靖生, 刘齐与归前至, 253, 参见紫长, 袁浩问与崔丽碑事件, 将大任, 且莫网罪元宜山, 崇平元宜山的气节问题之一, 外加别业上凉文士口, 崇平元宜山的气节问题之二, 袁宜山气节问题诸说平易, 崇平元宜山的气节问题之三, 254, 剑戒穿龙之介的短篇小说, 竹林中, 255, 主要依据袁浩问的, 内汉王公目表, 256, 主要依据刘齐自传, 陆崔丽碑事, 见刘齐归前至, 第131-134页, 257, 主要依据袁浩问自传的, 外加别业上凉文, 258, 南京陷落后才两天, 袁浩问就给大蒙古国的, 中书令耶律储才写信, 推荐了54名中州市大夫, 请求他予以保全和任用, 参见黄石剑, 袁浩问与蒙古国关系考验, 蔡美彪先生在《杜仁杰生平考略》, 一文中提出, 这封书信正是袁浩问向大蒙古国, 表示效忠的响表, 信中他以文坛领袖自诩, 希望得到耶律储才的青睐, 却并未奏效, 259, 曹军一, 李柏鸐其结传, 260, 南宋此次出兵收复河南失败, 史称端平入落, 建成高华, 早期蒙宋关系和端平入落之一, 261, 以上折中了曹军一, 李柏鸐其结传和《金史崔丽传》的记载, 刺杀崔丽的千户李柏鸐, 当年七月投奔南宋, 宋元之际又回到了北方, 不知所终, 262, 袁浩问, 内汉王公目表, 263, 范城大, 揽佩路, 赵永春集住, 奉使辽京行程路, 第391页, 又, 史经绝句72首, 雷万春暮, 赵永春集住, 奉使辽京行程路, 第410页, 264, 宋国荣修, 杨祺等转, 顺制, 归得辅制, 卷一, 地理, 265, 金矢, 白华传, 266, 金矢, 石斩女鲁欢传, 267, 金矢, 图丹四喜传, 268, 金矢, 崔丽传, 王厄, 汝南一世, 269, 金矢, 内族成立传, 270, 白仨拜回归德后, 金哀宗将清征失败的责任, 全部推卸给他, 囚禁七日, 最后饿死欲中, 见, 金矢, 白仨传, 271, 金矢, 菩查官奴传, 一说马用君为280余人, 见, 金矢, 哀宗本纪, 272, 金矢, 完颜白洒传, 273, 金矢, 哀宗本纪, 274, 元矢, 史天泽传, 275, 金矢, 菩查官奴传, 对官奴谋化夜席, 有两段相连的文字记载, 分别以顾官奴化卓淫之策, 碎化卓淫之策结尾, 明细不同史源的粗糙拼接, 第二段记载, 描述, 忠孝君张都统华变, 逼迫官奴出城夜席, 此处暂不取, 276, 金矢, 菩查官奴传, 记载, 夜席为5月5日, 王厄, 汝南一世, 记载为4日, 此处采用李也, 太副忠烈功神道碑, 关于董俊死亡日期的记载, 277, 原始, 撒基斯捕华传, 278, 姚岁, 侍卫清军都指挥时, 李公神道碑, 传主李伯佑当时是史天泽部将, 279, 原始, 董俊传, 李也, 太副忠烈功神道碑, 280, 袁浩问, 顺天万户张公勋得第二碑, 281, 金矢, 李喜柱传, 李喜柱时在博州, 建议官奴西迁, 留资重于菜, 选军护从入胜朵, 债, 就五仙军, 岁入关中, 282, 据说东敬明地查坊全臣王敦营地时, 王敦梦见赤日还城而惊醒, 唐昭宗令全臣朱温, 全中, 为他寄携带, 亦遇左右下手除之, 朱温汗流加倍, 283, 金矢, 菩查官奴传, 金矢, 宋归传, 据后一种资料, 刺杀官奴之地为林依庭, 284, 金矢, 完颜楼市传, 285, 金矢, 五行志, 286, 金矢, 巫古论稿传, 这是描述金矢宗信菜图中, 经历最详细的记载, 287,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一, 288, 金矢, 巫古论稿传, 289,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一, 290, 宇文茂昭传, 催文印孝正, 大金国之孝正, 第367-368页, 意见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一, 291, 金矢, 后非传, 292,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三, 金矢, 哀宗本纪, 293, 金矢, 巫古论稿传, 294, 金矢, 完颜仲德传, 295, 原始, 斗末传, 296,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一, 金矢, 巫古论稿传, 297,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一, 金矢, 巫古论稿传, 298, 金矢, 完颜仲德传, 299, 关于作为著成专家的张柔, 参见周思成, 原出汉人是侯张柔与金元之计北方的军事著成, 300,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三, 蔡之东, 北, 皆如水, 而西, 南二面汇水以为故, 意见金镇等转修, 康熙, 汝宁府至, 卷一, 301,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一, 金矢, 国用安传, 302, 为此, 金矢宗特意嘱咐尚书省赡养官奴的母亲和妻子, 见金矢, 菩查官奴传, 303,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三, 304, 金矢, 埃宗本纪, 惠明司至少在金矢宗时期就有了, 掌修和发卖汤药, 从六品, 隶属尚书礼部, 有令, 成, 执掌, 都监等官, 见金矢, 百官至, 陈学林先生认为, 是海灵王时期, 惠明局的扩大机构, 见Hawku M. Cham, 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 玩East Memoir of Tzio Under the Mongol Siege, 1233-1234, P130, 305,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二, 306,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三, 307, 竖甲咬猪的经历, 见陈学林先生的考证, Hawku M. Cham, 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 One is Memoir of Tzio Under the Mongol Siege, 1233-1234, P126, 308,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二, 309, 金矢, 张天刚传, 310,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二, 金矢, 完颜仲德传, 311, 金矢, 哀宗本纪, 312,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一, 313, 金矢, 完颜仲德传, 314, 参见上述诸将在, 原始中的本传, 315, 波斯, 拉施特, 史集, 第二卷, 第69-71页, 316, 元朝密史, 第281节, 317,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三, 318,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三, 319, 金矢, 李治, 320,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一, 321, 金矢, 哀宗本纪, 322, 宇文茂昭传, 崔文映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6页, 金矢, 中义传, 323, 金矢, 哀宗本纪, 324, 宇文茂昭传, 崔文映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6-367页, 325, Hokouem Chan, The Fall of the Jürgen Chin, 1 is Memoir of Tzio Under the Mongol Siege, 1233-1234, P80, 326, 王厄, 汝南一世, 卷2, 金矢, 方济传, 327, 王厄, 汝南一世, 卷3, 记载于, 金矢, 哀宗本纪, 有意, 赞从, 汝南一世, 328, 宇文茂昭传, 崔文映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6页, 金矢, 完颜众德传, 329, 王厄, 汝南一世, 卷3, 330, 王厄, 汝南一世, 卷3, 331, 金矢, 完颜匠山传, 宇文茂昭传, 催文映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6页, 332, 王厄, 汝南一世, 卷3, 333, 王厄, 汝南一世, 卷3, 此句, 汝南一世, 基辅从书, 本, 从书集成出编, 排印的, 汝南一世, 指海, 本, 将此事, 以及紧连此事的另外三天记载, 10月16日, 17日, 20日和25日, 一并勿刊于11月幕下, 陈学龄已指出这一错误, 参见Hokam Chan, The Fall of the Jurchan Chin, 玩East Memoir of Tzi Jo Under the Mongol Siege, 1233-1234, P43, 334, 王厄, 汝南一世, 卷4, 王厄形容阿勒根一世拉素科报, 有犯避诸, 血流于世, 335, 弹压, 是镇压之意, 经宣宗时期开始设置弹压关, 主要负责维护城市治安巡逻, 黑龙江出土过经代汉文九叠传的都弹压所致印, 省弹压之印, 黑龙江古代官印集, 第94-98页, 不过, 宣插政府都弹压是此时临时创设的官名, 应理解为宣插, 兼政府, 监督谈压, 陈学林先生, 亦为异常串, IMPERIAL MESSENGER CHIEF DISCIPLINARIAN FOR THE SURVEILLANCE AND PACIFICA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SURVEILLANCE, 皇帝特使, 监军, 明监督安抚总督查, 参见Hawkuam Chan, The Fall of the Georgian Chin, 1E's Memoir of Tzi Jo Under the Mongol Siege, 1233-1234PP501-502 336 王厄, 汝南仪式卷3 337 王厄, 汝南仪式卷3 据汝南仪式基辅从书本和金史哀宗本纪温敦昌孙战末当在十月, 汝南仪式执海本将此事勿刊于十一月幕下, 不过, 宋史孟拱传记载, 殿前右傅点减温端被宋军俘虏后临迟, 而宋军抵达正在十一月初, 不过, 宋史或许有误, 338 南宋援军的兵梁树亮, 各书记载不同, 这里参考了胡昭熙先生的考证, 见宋盟原关系史第六十八页, 339 刘克庄, 孟少宝神道碑, 340 王厄, 汝南仪式, 卷二, 金史哀宗本纪, 341 王厄, 汝南仪式, 卷一, 金史张天刚传, 342 金史哀宗本纪, 343 王厄, 汝南仪式, 卷二, 344 宇文茂昭传, 催文映孝正, 大京国志孝正, 第367页, 345 金史哀宗本纪, 346 宇文茂昭传, 催文映孝正, 大京国志孝正, 第368页, 347 宋史, 梦拱传, 348 刘克庄, 孟少宝神道碑, 宋史, 梦拱传, 这两种文献对蔡周围公的记载大抵相同, 但细节上稍有出入, 可以相互补充, 349 刘克庄, 梦少宝神道碑, 350 王厄, 汝南仪式, 卷三, 宇文茂昭传, 催文映孝正, 大京国志孝正, 第367页, 351 王厄, 汝南仪式, 卷四, 金史, 乌古论稿传, 352 王厄, 汝南仪式, 卷四, 金史, 张天刚传, 353 宇文茂昭传, 催文映孝正, 大京国志孝正, 第368页, 354 王厄, 汝南仪式, 卷四, 金史, 哀宗本纪, 355 金史, 哀宗本纪, 356 王厄, 汝南仪式, 卷四, 金史, 哀宗本纪, 357 宇文茂昭传, 催文映孝正, 大京国志孝正, 第368页, 358 宇文茂昭传, 催文映孝正, 大京国志孝正, 第368页, 359 王厄, 汝南仪式, 卷四, 360, 宋史, 梦拱传, 提到金兵万人自东门出战, 人数当有所夸大, 361 王厄, 汝南仪式, 卷四, 362 王厄, 汝南仪式, 卷四, 汝南仪式, 汝南仪式, 卷四, 移宫南城, 全参政乌骨论一支, 炮击城楼几仆, 364, 刘克庄, 梦绍宝神道碑, 365 王厄, 汝南仪式, 卷四, 汝岸身骏, 故绝之已入, 366, 张柔带领的突击队, 梦绍宝神道碑, 记载是五十人, 宋史, 梦拱传, 记载是五千人, 签一为十字之物, 367, 刘克庄, 梦绍宝神道碑, 宋史, 梦拱传, 在袁浩问的, 顺天万户张公勋的第二碑中, 这起事件被粉饰成南宋军队瞻望不尽, 张柔帅二十多名赶死队, 徒步涉水冲击京军大阵, 左右荡爵, 莫有当其风者, 看得宋军官兵钦佩不已, 不过, 袁浩问的记载并不可信, 参见Hokam Chan, The Fall of the Georgian Chin, One East Memoir of TZI Joe Under the Mongol Siege, 1233-1234, P, 158张柔的第九子张红范, 生于1238年, 金王四年之后, 368, 陈学霖先生认为有大暴雨随云雾而至, 参见Hokam Chan, The Fall of the Georgian Chin, One East Memoir of TZI Joe Under the Mongol Siege, 1233-1234, P, 113, 369, 王厄, 汝南一世, 卷四, 金史, 哀宗本纪, 370,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8页, 371, 金史, 猎女传, 372, 王厄, 汝南一世, 卷四, 373, 金史, 完颜众德传, 374,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8页, 375, 王厄, 汝南一世, 卷四, 376, 王厄, 汝南一世, 卷四, 377, 刘克庄, 孟少宝神道碑, 378,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9页, 金史, 完颜众德传, 379, 宋史, 梦拱传, 380, 王厄, 汝南一世, 卷三, 381, 王厄, 汝南一世, 卷四, 382,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9页, 金史, 完颜众德传, 383,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9页, 金史, 忠义传, 384, 金史, 哀宗本纪, 385, 刘克庄, 孟少宝神道碑, 386, 姚从吴, 姚从吴先生全集, 3, 辽金元史讲义, 1, 金朝史, 第229页, 387,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70页, 金史, 完颜匠山传, 388, 金史, 完颜众德传,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269页, 389, 刘克庄, 孟少宝神道碑,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9页, 390,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69页, 金史, 哀宗本纪, 391, 好金, 许正总管赵侯述先碑名, 又见好金, 汝难行, 392, 金史, 雾林踏虎土传, 393, 金史, 完颜众德传, 金史, 巫古论稿传, 394, 金史, 张天刚传, 395, 刘克庄, 孟少宝神道碑, 396, 后来, 宋立宗以金哀宗, 遗古祭告太庙, 连同孟拱带回的, 金太祖武员皇帝世袭, 以及龙袍, 玉带, 排印等物, 以王金国宝的名目, 发付大理四玉库铸藏, 见宋史, 李宗本纪, 宋史, 于福智, 397,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70页, 金史, 完颜匠山传, 398, 宇文茂昭传, 崔文印孝正, 大金国志孝正, 第371页, 399, 金史, 方济传, 武抗在城破后跳河自尽, 400, 这是教政后的太和七年, 1207年, 及蒙古入侵四年前的人口, 和户籍数字, 见吴松帝, 中国人口史, 第3卷, 辽宋金元时期, 第210页, 401, 远好问编, 中州籍, 王元翠, 所收, 8月23日夜走西山, 此时四座于三丰山之战后, 402, 暴风雨, 第二幕第一场, 403, 吴松帝, 中国人口史, 第3卷, 辽宋金元时期, 第212页, 第305-306页, 404, 参见红利珠, 危机及转机, 经蒙之际, 华北新家族史的建构, 405, 王若虚, 在智古园树怀武绝, 其一, 406, 宋子珍, 中书令耶律, 功神道碑, 407, 全真教祖王崇阳的炼化, 和移退归藏之地, 408, 和道宁, 中南山崇阳万寿宫, 吴玉冠庙, 真人理工神道碑, 王玉, 魏州作成县, 灵须关碑, 409, 张之汉, 王军行状, 410, 魏初, 身世父子庆慧师颖, 411, 魏初, 身世父子庆慧师颖, 好经, 宋太原石子环绪, 412, 袁浩问, 杨公神道碑, 便故宫记, 见杨幻, 环山遗稿, 卷上, 413, 苏天绝集传, 姚景安典教, 元朝明臣势略, 第241页, 又见, 袁史, 王鄂传, 参考文献, 袁史资料, 阿尔达扎布一著, 新一集著蒙古密史,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编项转修, 嘉靖, 蒲州志, 国家图书馆藏名课本, 陈归等著, 林郑才著是, 首成录著役,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 董学里转修, 康熙, 玉州志, 乾隆五年补刊本, 中国方志从书, 影印本, 富朗云编著, 金史吉义,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年, 好经著, 秦雪清点教, 好文中, 宫林川文集,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 贾靖炎教主, 陈小伟整理, 圣武清征录, 中华书局, 2020年, 贾靖炎, 五代宋经元人, 编江刑记十三种书正稿,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年, 金震等转修, 康熙, 汝宁辅制, 国家图书馆, 藏青课本, 故族语, 读史方渝纪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年, 李修生等编, 全原文,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年, 李稿, 张年顺等主编, 李东元医学全书,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年, 李星传编传, 建言以来戏年要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 李星传传, 徐归典教, 建言以来朝野杂技,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年, 李曾博, 可摘杂稿, 送集真本从刊本, 李治常驻, 党宝海义驻, 长春真人细游记,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刘克庄, 厚村先生大全集, 四部从刊出编, 本, 刘启柱, 崔文英典教, 归前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刘一清传, 王瑞来教监, 前唐仪式教监考员,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年, 刘英著, 商聚得点教, 刘英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彭大雅, 徐庭传, 许全盛教著, 黑达试略教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年, 人文标点教, 大金吉里,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 宋莲等传, 原始,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年, 苏天掘集传, 姚景安典教, 元朝明晨试略,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年, 陶宗仪, 南村辍庚路,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拖拖等传, 京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拖拖等传,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年, 王厄, 三肃文化出版社, 1995年, 徐梦深, 三朝北蒙汇编, 全二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严奉武主编, 全聊经文,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年, 姚岁著, 查洪德典教, 姚岁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 耶律储才著, 谢方典教, 湛然居士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年, 叶绍翁传, 沈锡林, 冯慧明典教, 四朝文件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年, 一鸣编, 如启和典教, 续编两朝纲目被要,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年, 一鸣传, 王瑞来兼政, 宋记三朝政要兼政,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年, 袁浩问著, 姚电中主编, 李正明增定, 袁浩问全集,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年, 袁浩问转, 长镇国典教, 旭仪监制,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年, 袁浩问编, 中州籍,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宇文茂昭传, 崔文映校正, 大经国志校正,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年, 张茂寻选编, 王学奇主编, 袁曲选教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1年, 赵巩传, 蒙达背录, 王国为遗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 赵万年, 襄阳守城录, 笔记小说大观, 本, 赵永春集著, 奉使辽金行成录, 增定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曾功亮等传, 陈建中, 黄明珍典教, 武经总要,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周景驻攒修, 乾隆, 浦州辅制, 新修方志从刊, 影印本, 朱毅, 一绝聊杂技, 从书集成出编, 本, 波斯, 拉施特主编, 于大军, 周建奇艺, 史集, 三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年, 西蒙, 盛宽亭原著, 让, 李夏尔法义, 著是, 张小会义, 达达史, 朱毅其主编, 西域文史, 第十一集, 伊朗, 智费尼著, 和高纪义, 翁独剑叫定, 世界征服者史,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 Hokam Cham, 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 One East Memoir of Tiziajo Under the Mongol Siege, 1233-1234, Franc Steiner Verlach, Stuttgart, 2993, Molana, Minhajudidin, Abumar Ayasmin, Alther, Major H. G. Ravarty, TR, Tabik Tainaziri,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Including Hindustan, From A. H. 94, 880 A.D. To A. H. 688, Tabik Tainaziri, A.D. And the Eruption of the Infantile Mughals into Islam, Vol. 2, London, Gilbert, Rivington, 1881, 研究论著, 陈高华, 原始研究论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年, 陈学霖, 金颂史论从,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3年, 蔡美彪, 《九与九军之演变》, 原始论从, 第二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党宝海, 外交史节所述早期猛进战争, 清华原始, 第三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年, 道合之, 梁太极, 关于金莫原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78年, 第一期, 迪宝兴, 原浩问年谱新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年, 多兴志, 论经宣宗九宫封建, 北方文物, 2009年, 第一期, 盖山林, 阴山汪谷,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年, 冯永谦, 金长城的构造形式, 特点与定名, 东北史地, 2009年第五期, 福海潮, 原代汉人士侯群体研究,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7年, 韩如林, 穷儒籍,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韩志远, 略论经辅州地区, 在蒙京战争期间的战略地位, 及元武宗在辅州建元中都的军事原因, 文物春秋, 1998年第三期, 和平力, 蒙京战争略论, 军事历史研究, 1994年第二期,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对编, 黑龙江古代观映集,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红利珠, 危机及转机, 金盟之际, 华北新家族史的建构, 原始及民族与边疆研究即刊, 2018年第一期, 胡宝峰, 略论京都南迁后京朝形式与宋经关系, 洛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综合版, 2003年第四期, 胡宝, 能下则大雨见目华峰, 政治体势脚下的华夏与华夏话,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 胡小鹏, 窝阔台汉籍丑年汉军万户肖扎拉考验, 兼论京元之际的汉地七万户,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六期, 胡朝熙主编, 宋蒙, 原, 关系史,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年, 黄宽仲, 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 台北, 新文峰出版公司, 1990年, 黄石剑, 慕华离国王麾下诸军考, 原始论从, 第一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 黄石剑, 原浩问与蒙古国关系考验, 历史研究, 1981年第1期, 霍明昆, 胡叶, 世西金宣宗千都开封, 北方文物, 2009年第4期, 贾州节, 京代长城出役, 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年第Z27, 将大任, 原一山论, 太原, 三进出版社, 2017年, 金宝利, 蒙古灭金史事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孔庆赞, 北宋东京四城志, 及其对金中都的影响, 历史研究, 1991年第6期, 李浩南, 论经代的中校军, 北方文物, 2008年第2期, 李鸿斌, 经界豪与长城,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8年第3期, 李小斌, 成吉思汉首次罚金时间考,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9年第2期, 李西厚, 《经朝的郎军与进士》, 社会科学集刊, 1995年第5期, 李西厚, 白冰,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7卷, 辽金西夏,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年, 李西厚, 白冰, 辽金西夏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 李中林, 福奎, 1232年今末, 便经大意叹息,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第29卷第6期, 2008年, 刘晓, 成吉思汉公主皇后杂考, 民族史研究, 第5集, 2004年, 刘晓, 宋元时代的通事与通事军, 民族研究, 2008年第3期, 刘春莹, 京代汴京, 开封, 城部局出探, 史学月刊, 2006年第17, 刘海年, 战国七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 独营雀山汉检守法守令等13篇, 法学研究, 1987年第2期, 刘浦江, 松莫之间, 辽京契丹女真史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年, 陆俊岭和高继, 从窝国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 原始论从第1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 彭湛杰, 京代长城初论, 兼论经济好考, 辽京史论级第6集, 邱靖家, 京史转修考,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年, 三军大学编著,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13册,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年, 丹远牧, 京代的开封, 史学月刊, 1981年第6期, 史未明, 中国军事通史, 第14卷, 元代军事史,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年, 史未明, 小克, 王湘云, 元朝秘史95千户考,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第97, 1985年, 史未明, 蒙古汉国时期, 蒙古左, 又一军千户研习归属考, 西北民族研究, 1986年第1期, 史未明, 元代军队的兵援体制与编制系统, 蒙古史研究, 第三集,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89年, 时间军, 沃复考树, 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时间军, 127-1231年蒙金光和争夺战出探,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2010年第1期, 时间军, 蒙金三丰山之战兴探, 兰州学刊, 2010年第10期, 陶敬生, 女真史论, 台北, 石货出版社, 1981年, 陶敬生, 宋代外交史, 台北, 联京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唐长如, 李涵, 晶元之计汉地七万户考, 文史, 第11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年, 谭奇湘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 北京, 中华地图学社, 1975年, 王浩, 汴京与燕京, 南宋史经文人笔下的双成记,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年第2期, 王庆生编著, 经代文学编年史, 上下,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年, 王兴光, 郑延武, 也论经末, 汴京大义的诱因与性质, 历史研究, 2019年第1期, 王曾渝, 金代的开封城, 史学月刊, 1998年第1期, 王曾渝, 金朝军制,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 王曾渝, 宋朝军制出探, 增定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年, 王兆春, 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7年, 吴松帝, 中国人口史, 第三卷辽宋经元时期,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 萧启庆, 内北国而外中国, 蒙原史研究, 上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徐平芳, 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姚从吴, 姚从吴先生全集, 三, 辽金元时讲义, 一, 金朝史, 台北, 正中书局, 1977年, 姚家基, 元代的, 区军和军区, 中国史研究, 1985年, 第一期, 逸林真, 成吉思汉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62年, 第一期, 于大军, 元史, 太祖纪所纪蒙金战事兼正稿, 辽史金史元史研究,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 曾振宇, 论南宋史籍有关金卫少王, 玉亥朱记载, 宋史研究论文集, 第十一集,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年, 张秉仁, 略论蒙古南宋联合宫金之战, 新史学通讯, 1955年第五期, 张良, 大河南喜与聚河北流, 经代志和决策所涉诸问题考树, 汉学研究, 第37卷第二期, 张帆, 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 学人, 第十四集, 1998年, 赵琪, 金元之记的儒式与汉文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赵永春, 金颂关系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年, 中国军事史, 编写组, 中国历代军事工程,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5年, 周峰, 金代禁史初探,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8年, 第二期, 周思成, 原初汉人是侯张柔, 与金元之记, 北方的军事著成, 原始及民族与边疆研究即刊, 2018年, 第二期, 朱零零, 蒙京三丰山之战及其禁军路线, 军事历史研究, 1987年第四期, 日, 三上次南著, 京启从义, 京代女真研究,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 日, 外山君智著, 李东元义, 京朝史研究, 牡丹江,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88年, 日, 大业生一, 帝国等于元朝军队组织指挥系统编程方式, 史学杂志, 95编7号, 1986年, 英, 李约瑟, 加, 叶山著, 钟少义等义,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五卷第六分册, 军事技术, 抛射武器和攻守成技术,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美, 丹尼斯, 塞诺著, 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示役, 丹尼斯, 塞诺内亚研究文选,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年, 美, 弗兰克, A基尔曼, 费正钦著, 门洪华等一, 中国的战争行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美, 欧阳太著, 张孝夺艺, 从丹药到枪炮, 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年, 法, 若米尼著, 刘聪, 袁坚毅, 战争艺术概论,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 Duncan B. Campbell, Besieged, Siege Warfare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Geoffrey Hindley, Medieval Sieges, Siegecraft, New York, Skyhorse Publishing, 2009, H. Desmond Martin, The Mongol Arm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PR, No for Sun, No Dian Yi, Shiochiching,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ngzhuqibah, Joseph Needham, Robin D.S. Yeat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Leoth, Military Technology Missiles and Sieg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gzhujong4, Liddell Hart, Brass Heerfeuer, Dusseldorf Wien, Ekon Verlach, 068, Rolf Furman, Die Lenin Kersti Prussist, Riesengard, 1675, 1713, 1806, Berlin, Ziegels Verlach, 2007, Timothy May, The Mongol Art of War, Yardley, PA, Westholm Publishing, 2007, 后继, 这本书是一部从围城战, Siege Warfare, 角度展开叙事的金朝王国史, 公元1211年到1234年间, 在北方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是新兴的蒙古政权, 抚一踏出草原, 即发动的最大规模征服战争, 是大金王朝顽强抵抗外敌侵袭, 屠存于王, 历尽乃臂的悲壮历历史, 也是生活在金朝疆域内的数千万生灵, 在惨烈战火中饱受蹂躏, 颠沛流离的哀史, 这段历史之惊心动魄, 丝毫不逊于南宋灭亡, 遗憾的是, 金史学者和蒙元史学者, 似乎都不怎么关注, 讲到这段历史的遭忌, 笔者不免想起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 为了履行嘉兴最先楼的比武之约, 郭靖从大漠草原出发, 由张家口进入中都, 在金山东, 南下江浙, 他穿过的正是本书讲述的那个 游蒙、金、宋三国构成的天下, 蒙古灭金虽是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 有时甚至推动情节的发展, 但是, 除了完颜洪烈父子, 金朝的君臣百姓和他们的遭遇, 在整部小说中实际处于缺位的状态, 主人公忧心南宋的命运, 快逸于仇嘉王朝的负面, 末了, 郭靖超脱一己的家国情仇, 看清了蒙古征服, 造成中原生灵涂炭, 城破护残, 尸骨满路, 然而, 这一切给他带来的触动, 终归远远比不上他替成吉思汗攻克中亚撒马喊后, 目睹成千成万座房屋物资焚烧, 遍地都是尸骸, 血满平野, 浸染赤血所受到的震撼和被迫进行的反思, 以南宋视角的原民族主义, Protonationalism为基调, 残忍暴虐的金狗形象, 从开篇说书人口中的《夜三姐节列记》开始贯穿小说史中, 经朝将域内无数的普通个体, 在蒙古人掀起的历史巨浪中浮沉, 受难或毁灭的体验, 却被推到了幕后, 笔者期待, 通过这本小书, 读者能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十三世纪初的天下, 笔者选择了《围城史》这样一个特殊视角, 来呈现这段历史, 这样做, 一方面固然因为, 经过野狐岭, 三丰山这两次大规模野战, 金军大兵团背间, 围绕大大小小的城池, 堡垒, 山寨进行的战斗, 最成为弃于金王最主要的战争形态, 金国的首都和几个陪都的惨烈沦陷, 更是战争的决定性事件, 另一方面, 叙事围绕着静态和有限的空间点展开, 自有便利之处, 文献记载相对集中, 线索也不会太散乱, 围城史的线索, 将燕京, 开封, 蔡州这三颗最大的珠子, 加上河中, 归德等几颗小珠子串联到一起, 于是, 同一时期在辽东, 河北, 山东, 山西, 河南和陕西其他地区发生的战事, 及其全局影响, 书中只能一笔带过, 甚至只好忍痛割舍, 不过, 叙述围城的历史, 不等于只讲城墙以内发生的事件, 从书中可以看到, 城墙以外的远方发生的事件, 往往决定着围城的命运, 国内的学术类或普及类历史写作, 一向极少涉足围城史, 中国古代历史上, 在明清以前, 就有许多场惊心动魄的城池攻防战, 玄户, 玉璧, 台城, 太原, 虽阳, 开封, 德安, 襄阳, 其中一些要塞, 还经历过不止一次的惨烈围攻, 可惜, 关于这些围城战争, 留下来的记载相对稀少, 对于大量的关键细节, 往往语音不详, 难怪有汉学家觉得, 中西方对待这个历史题材的态度, 从河马史诗, 伊利亚特, 传送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的事迹, 开始就分道扬镳了, 14世纪以前, 围攻, Siege, 从来是地中海和近东世界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形态, 进入火药时代后, 基督教国家与奥斯曼帝国之间, 仍然打过好几次精彩的要塞攻防战役, 笔者一度痴迷于搜集和阅读西方出版的各类围城史书集, 并且一直觉得, 惊人刘奇回忆开封围城的陆大梁氏, 王厄回忆蔡州围城的汝南仪式, 这两份历史文献, 比起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军事坦丁堡前, 军伊尼克洛、巴尔巴罗、 尼科罗·巴尔巴罗撰写的《围城日记》, Journal de la Cédille de Castantinopoli 1453, 这类史料, 生动性毫不逊色, 史料价值更加珍贵, 况且, 几座京都的沦陷, 其历史意义, 实在也不亚于军事坦丁堡的陷落, 因此, 很早以前, 笔者就动过念头, 要写一本关于金墨开封和蔡州围城的作品, 2013年, 笔者在德国图兵根大学访学, 凑巧在图书馆中, 翻到了陈学霖先生的英文著作, 女真经朝的衰亡, 王厄对蒙古围攻蔡州的回忆, The Fall of the Georgian Qing, One is Memoir of Tzi Joe Under the Mongol Siege, 1233-1234, 不经星下狂喜, 汝南仪式, 是根据王厄的《围城日记》整理成的, 从天兴二年, 1233年, 六月一直记录到天兴三年, 1234年, 正月五日, 也就是蔡州陷落, 经朝灭亡的五天前, 共四卷, 107条, 清代转修, 四库全书, 从永乐大典, 终极出此书, 以非全智, 陈先生是辽金史专家, 时任教于华盛顿大学, 他撰写此书, 还得到过傅海波, 罗伊果, 陶敬生等众多名家的乡著, 颇为遗憾的是, 这部著作只是按照汉学家的智学传统, 从历史编撰学和文献学角度为, 鲁南仪式做了提要, 英译和教著, 无法替代笔者, 常年翘首以盼的《围城史》, 关于刘奇的《陆大良室》, 则有德国汉学家海尼西, 的《两大帝国的毁灭》, 1232年与1368至1370年清理季, Zoom Untergangs Weirach, Burich von Urgens Eugen E.S. Den Ehring, 1232-33 UND,1368-70, 可惜,此书太难觅得, 笔者一直无缘欲目, 《徽三都》这本书, 笔者的写作体验和写, 大汉之怒, 元朝征伐日本小史, 很不一样, 最大的差异源于客观的研究基础, 写忽必烈东征日本, 史料不多, 但有大量的先行研究可以医邦, 光是日本学者关于蒙古袭来的论主, 就堪以汉牛冲动来形容, 相反, 写蒙古灭经, 史料相对丰富, 前人的研究成果却很少, 少数相关主题, 三丰山战役, 开封城历史, 虽有一些优秀的学术成果, 毕竟缺乏如李天明先生的宋元战史, 这样一部严谨详尽的全史可以仰仗, 许多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 遇到许多具体问题, 不免做一些细微考证, 研究, 搜集和分析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 或对某些前人熟知的材料, 做另一种解读, 等等, 笔者下的功夫有限, 仅刊服务于全书的内容和主旨, 期待不久的将来, 研究经元历史的实弦, 能出版一部利益宏大, 考证锦言的蒙金战史, 嘉惠学灵, 功莫大焉, 限于体力, 本书写作所参考的全部学术论著, 未能在正文中一一注出, 只能列入参考文献之中, 在此仅向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表示由衷的谢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 党宝海副教授, 汉唐阳光总经理尚洪科先生, 于百忙之中垂跃全稿, 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有人张鸿昌设计师为本书绘制了南宋西夏经总图, 在此一并紧致谢陈, 当然, 书中如仍有疏漏和错误, 是因笔者学识简陋所致, 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2020年7月10日, 于北京家中, 年7月30日, 感谢观看